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导演说Netflix那里有一部电影叫《一个复杂故事》 我刚才开了一点来看 多有一个风格 这个复杂故事有多有风格 就是画面 我不知道能拍到 但是这个画面就是这里 在APP看到一个叫《一个复杂的故事》 如果你是英文版的话 打这个中文名我就找不到 英文名其实是直译的 《一个复杂故事》 你打这个英文名 你一样就找到同一部电影 电影里面有其中我最喜欢的演员 就是盧凯鵬 盧凯鵬 盧凯鵬是扮演医生的 挺个人的 所以我是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的 不错的 好 说回刚才 阿康正想我讲做义工的过程 我做义工其实是在 两届的总统的选拟 我都参与过特朗普这个义工团队 就是2020年和今年都有的 那怎样申请做义工 没得申请 其实就是内部推荐 就是说大家互相传消息 如果他觉得你不错 经历了一个facting 就是经历了一个审核过程 觉得你背景ok了 是真是一个 是美国人 是爱国分子 亦都是支持他的理念阵营的话 他或者是可考虑 就是让你加入他的义工团队 我有两个有趣的经历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分别就是在2020年那一届 和2024年那一届 2020年那一届 发生了什么事呢 话说在那一届里面 有一天 其实是一个晚上 我就和另外三个义工团队的同事 就是在做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一个当时典型工作 就是当面对对面阵营 就是拜登阵营 对我们的阵营 发发一些假的消息 fake news 或者一些fake accusations 或者一些假的指控 我们就要最快时间之内 就作出一个反击回应 出一个press release 或者一篇文章 就作出回应 我记得当时 是一个女的义工 搭着我和另一个男的义工 在一间ballroom 那间ballroom是哪里呢 那间ballroom就是在 马拉拉哥 马拉拉哥就是 特朗普私人在 这些佛罗里特州的一个 度假的一个场地 或者是一个度假村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 经常去打golf的 一个golf course 就是一个哥尔夫球场 那这个哥尔夫球场 那这个哥尔夫球场 就是他第二次 尝试被行食 行食者失败的 那个哥尔夫球场 但是我好像是 那个golf course 要打一个ball 但是不是会员 不是会员 我不喜欢入会员 就是做任何的会员 说回正题 那就是在这个马拉拉哥 这个酒店里面 一个ballroom去做 那应该在那间ballroom 这么大去做 那因为特朗普 比我们这样做 他的自由度很高 所以说 简单最大的 所以当我们是三个人 在那时候 就是在准备这个工作 那我们当时工作到很晚 我记得大概是十二点 半夜十二点 或者是一点钟 还在讨论如何 去作出回应 其中一个的女同事 应该就是 我刚才说错了 她不是义工 已经是一个全职 就是当时的 副communication director 应该是assistant 或者是 就是总之是一个副级 不是正的 communication director 之下的一级 就是一个副 assistant communication director 那就不开名 因为她不太想公开身份 一会儿我开那个 另外一个就开个身份 其中一个女同事就是她 所以我们做得很晚 做着一会儿 一会儿 看到一个庞大的身影 在走过来 那个就是特朗普 是 当时特朗普 依然是穿着他的典型西装 就是蓝色外套 白色衣服 红色胎 就称着两袋 那两个纸袋 那两个纸袋 那纸袋是什么呢 就是一袋呢 就是麦当劳外卖 一袋呢就是Wendy's外卖 是 那其实就是四个餐来的 那你听到四个餐呢 那我们三个人 这么做的那个餐 就是特朗普自己吃的 是 他就坐在桌子呢 跟我们讲 当然我现在用广东话 讲当然我们对答是 全部英文来的 那他说 啊 你们做得很晚了 应该吃的了 那他立刻就放下 两袋外卖 开袋 然后呢就 任由我们选择了 喂我吃Wendy's 他已经讲明我吃Wendy's 那你们自己选择了 那我和那男同事呢 就是选择了 麦当劳的 Big Mac餐 就是 巨无话餐 是 美国老麦 当然是香港老麦 那另外那个女同事 就是assistant communication director 就选择了 一个Wendy's 道餐来吃 哈哈 那个Wendy's 道餐 那个burger 那个恐怖包 是什么名字呢 就是叫做 Quarter Pounder 那Quarter Pounder 香港应该没有开过Wendy's 嗯 那这个款式 这个款式包 其实麦当劳都有的 不过呢 当时 特朗普买的那两个 麦当劳的餐 就是Big Mac 它不够的餐 嗯 那摆上桌 那 刚才我说的 特朗普 和副的communication director 就选择了Wendy's 的Quarter Pounder 这个套餐 而我们 给予我们两个 就是Big Mac 那吃吃吃吃 那时候呢 居然谈开一样东西 就是 大家拗 但是特朗普在拗 哪个比较值得 是 哈哈 你可想来知道 显现到一样东西 就是呢 这一样东西 合乎特朗普做一个生意老的原则 生意老呢 如果做生意成功 无论是外国 又或者是 中国的一个传讽思想 就是呢 你越有钱就是越沽航 哈哈 当然我不是说特朗普沽航 沽航的另外一个正面的说法呢 就是他追求Value for money 就是说什么呢 要物有所值 最基本上是物超所值 所以多些时候呢 我们在拗 但是特朗普在拗 就算是Wendy's的Botter Pounder 比较值得 还是McDonalds的Big Mac 你想一下呢 就是那个环境好笑 如果第一次遇到特朗普 当然我不是第一次遇到特朗普 那在一个义工大会 大家都见过面 握过手 一两秒 就已经闪开了 跟其他人聊天了 你可以幻想就是 如果你第一次遇到特朗普 或者从来不认识特朗普的人 第一就是你以为他吃的东西 一定是很精挑细味 就好像啤梨 非常嘴尿 不吃漂亮的东西不行 但是相反的 其实他真人呢 是经常性 是这些Fast Food Joint 或者Fast Food Chain Store 所出的食品的 例如McDonalds Wendy's Burger King Pizza Hut 大家在香港都会吃的东西 其实他吃回美国版的 而且你不要以为他做show 才吃 就是不要以为他是photo object 或者拍张照 他想在自己那一架私人飞机那里 就坐在那里 拿着Pizza Hut 坐在那里 然后对面 就有一个记者拍照 不是为了拍照 他私底下都是这样吃东西的人 就是说什么呢 他是一个很亲民 很典型的一个美国人 而且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他是追求Variable Money 就是他要物超所值的东西 另外一个原因 是小人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他喜欢吃快餐呢 其实他私底下有解释过 给他身边的人知道 或者他在一些公开场上 说过一两次 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呢 其实他私底下呢 是一个phobia 是一个恐惧症 就是他怕人下毒的 嗯 那 如果你进去Fast Food Journal 买东西 你不需要预先订位 你在高档餐厅 你预先订位 你订位是谁 I'm Trump 但是下毒 就是知道你预先来 那下毒 他怕人下毒 那下毒的人 但是你进去快餐厅 你不用预约的嘛 即使你坐在那里吃饭 那你直接行买 或者派个副手去买 又更加不知道 你买给特朗普吃 所以他就可以放心吃 此其一 二就是呢 他觉得呢 Fast Food Journal的食物 就是抵抵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 他觉得里面的食物更衛生 嗯 就是快餐厅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美国的快餐厅 如果你犯了一些条例 例如你食物 吃到肚子肚子肚子 而几个人吃到肚子肚子 他就会作出一个 所谓class action的law suit 就是几个人一起去告你 你试试在网上 你看一下 麦当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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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有这些所谓class action的law suit 可以告的金额非常高的 例如是一百万美金 那已经很少了 上到一亿到油 一亿美金 就是联合这么多人一起去告你 麦当劳斯 有些私营 记得一两间 或者一间家庭 所谓家庭管理的餐厅 所以他亦都喜欢吃这些物食品 嗯 而我们当时 就咬四条一包 特朗普在咬哪个餐比较 特朗普就说 不是 他说明有quarter pounder 或者说 他有四分之一磅 的牛肉在里面比较 那接着呢 我就说 不是 因为呢 美国麦当劳斯的餐呢 是有个special source 或者是一个secret source 就是呢 是一个秘密调制的酱汁 我觉得酱汁抵一点哦 你的 Vendish的quarter pounder 不要哦 大家在咬这个无聊事 反正正如刚才所说 这件事呢 是很无聊的 但是呢 反映出特朗普呢 可能就不是大家 心目中所想的 那种性格 或者那种喜好的人 嗯 这件事呢 就是发生在 今年的竞选 团队里面的 但是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 就是众多人 所见到的 都反映出特朗普呢 一个很喜欢搞笑 或者整固人的一面 首先呢 他就有 他现在旗下 如果你上网打 Trump campaign communication director 呢 已经开了名字 开了样子的了 就是呢 Steven Chen这个人 Steven Chen呢 你听过名字都知道了 他是一个 华裔的美国人 嗯 你看到他的样子 是一个大肥佬 不是 挖苦他 他真是一个大肥佬 是 那他怎样整固 他这个下属大肥佬呢 就不知 就不知 特朗普呢 哪里呢 拿到一枝 Daisy Flower Daisy呢 就是那些很细小的一朵花 然后呢 有很多块 很多块花粉 很多块花粉 黄色的一些小细小的花 嗯 那他把这个花子呢 就摄了在 这个communication director Steven Chen的 西装衣的领 和衣衫领之间的 摄装 摄了下去 嗯 摄了下去之后呢 Steven Chen呢 那条颗子就很肥很粗的 是 那条颗子就很肥很粗的 是 但是他看不到 加上是肥子 看不到后面是什么 整股 最后有人提示 他说 其实是特朗普呢 放在你后面 整股 那之后呢 Steven Chen呢 就整股回他 而且是报仇啊 报仇就是什么呢 就趁一次机会呢 就用一张3M 就是3M trip那些post-it 就是那些memo纸 那些小小的那些 就写了两个英文字 叫Big Mouth 大口 然后就趁那个英文 就贴在特朗普的后面 我小时候玩很多 Big Mouth 为什么呢 Big Mouth 就是大口直译 就是说那个人呢 经常肯会遮掩 说些东西呢 就不 错的时候 错的环境 就说些错的话 就叫这些人做Big Mouth 那典型特朗普呢 亦都经常犯这个问题 他自己都认的 然后呢 Steven呢 就把这张纸 就贴在他背脊那里 然后他经过 那一天 在竞书办那里 经常出出入入 那些人不见到呢 就笑 然后呢 特朗普呢 那些人都醒目的 你笑什么呢 那当然是不回答他 就继续笑 所以后来 哪个提到特朗普呢 就是他老婆 Mannia 他说老公 后面有一张纸 然后呢 他才有一张纸 他老婆 结了一张面帽子 给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呢 是不骂人的 嗯 哈哈哈哈 他都笑你 你那些人真帅 懂得这样 直估我村 你那个普通的老板 就是很多人以为特朗普呢 是很mean的 就是很 無情啊 那些说话呢 是很尖銳性的 是会骂下属 甚至乎好像 那些 在那个真人show apprentice 就是 呃呃呃呃呃 呃呃呃 飞煌彭达 他之前拍过的一个 真人show 飞煌彭达 You are fired 就是那种 就是对下属非常严慌 其实是相反的 他是很玩 他会玩人 而且是很接受到下属 玩他 玩回他转头的 嗯 这个连香港他玩得很好笑 是啊 你香港老板 或者是比喻 另外是 不要这样 就是例如希拉莉 我相信呢 他是不可以 被人这样玩的 他一这样玩 他立刻虾面 立刻炒你鱿鱼 但是特朗普是相反的 或者我 我猜 我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有个同事 那样玩啤梨的话 可能是啤梨 哈哈哈哈 我没有这样的 凶宫去接受 讲笑就是 讲笑就是 我知道啤梨很大方 那就是 另外 今天你都 是不是有些新闻 没错 跟进了 没错 除了刚才 讲消息 那些 见到特朗普的日事之外 也都讲回一个跟进新闻 昨天呢 就讲了新闻 就是说这个何錦麗 就抄袭嫖 如果昨天没听过去 我快速回复一下 就首先呢 就首先呢 就是说这个何錦麗呢 在2009年出了一本书 当时这本书呢 也都成为他呢 竞选加州AGM eternal general 就是呢 总检察长的一个竞选项目之一 就是出了一本书 本书的名字呢 就叫做 smart on crime 就是呢 对付罪案 就要醒目 直役 但是呢 其实我昨天漏了一句说话 其实我想到这个书 真实应该怎么说 真实呢 应该叫做stupid crime 犯下愚蠢的罪行 又或者dumbest crime 就是呢 死蠢犯罪者 那当然呢 取消了何錦麗 那说回来 2019年出了一本书呢 那之后去到近期 去到这个星期之内 就被一个 尊足人嫖舌的专家 就是一个匈牙利的学者 叫Dotter Stevan Rapper 这个人呢 就发现他 很多本书里面 很多地方呢 就是抄袭 包括呢 是18个地方这么多的 总之呢 就是事数不少 而且部分是不少的 也是抄袭 也是抄袭 还有其他媒体 那之后呢 一个保守派的记者 一个新闻人 叫做Christopher Rufo Christopher Rufo 就在他自己的 X的 account 就引述了 这个Dotter Stevan Rapper 的指控 在他的X那里 就刊登了出来 那当时呢 之后 也都是有仔细讲解 里面也都有片有照 那之后 New York Times 就出来补教护行 就是说 引述了一个专家 叫Jonathan Bailey 引述Jonathan Bailey 就说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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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错errors 不是很严重 就是not so serious 然后呢 就说 六万五字里面 只有五百个字 就不是很严重 但是去到今时今日 这一刻 就是在24小时之内 Jonathan Bailey 就出了一个更新的声明 就是说 就是转插回何锦丽转头 他说 哦 不是 直接是插回New York Times 他说 sorry 各位 其实我的资料 完全是来自New York Times 我是没有查到original source 就是我没有看过一本书的 全部资料给我 都是New York Times 原来New York Times 是收起了部分 嗯 在这本书里面 抄袭的部分 收起了大部分 只是把小部分 给这个 哇 expert 就是Jonathan Bailey 这个专足人 或者是 研究瓢舌的 这个现象的专家 那这个专家就说 对不住了 我给了 这个New York Times fake了 哈哈哈 骗了 那我现在呢 就向正式大家说 对不住 而且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quotes呢 My quotes were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me by the reporters and spoke only about those passages 就是说呢 New York Times 是特意抽起了大部分 就不讲给这个专家听的 也都呢 间接反映到 New York Times 的贱架行为 卑劣的行为 去到什么程度 即是做新闻而已 没错啦 不是报道新闻 不是客观的 没错 但是呢 我要补充少少少 如果Jonathan 是懂得听广东话 当然不会听的 我照讲 其实Jonathan 有他自己错误的 就是什么呢 如果任何一个人 包括你在任何范畴的专家 如果你调查一件事 那时候 你不是找回 original source 或者你不去实际调查的话呢 你已经错的机会 已经是不小的了 即是说 其实Jonathan 自称是一个expert专家的话呢 他是应该找回原始的资料 是怎么样的 他不应该相信中间人给他的资料 嗯 因为凡是科学 或者是客观研究一件事呢 你是要有个怀疑精神的 你怀疑 怀疑开始 到肯定揭尾 怀疑就是 你首先怀疑 你所见到的现象 或者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全面 是不是真实的 很明显的 Jonathan Bailey 就是欠缺了一件事 所以譬如乱惹 所以趁这个机会提醒大家 如果是做学问 或者做研究的话 千万不要犯这个低级创业 这个是低级创业的 但是 都是 如果他有责任的话 New York Times的责任就更加大 但是因为呢 很明显就是New York Times 扭了《时报》 是刻意欺骗他所邀请的 专家去 然后让他遮掩 帮学问 没错 这个是严重的罪行 也是 罪行是固乎 当然 好了 另外一宗新闻是相关的 另外一宗新闻呢 就是讲这个 贺洛普的调查 他调查 这个贺洛普的调查 发现呢 其实不是发现 一向是一个正常美国人 都知道的 美国人相信 这些主流媒体的 相信度 就跌到身低 跌到31% 就是全美国里面 这个调查的正确 全美国里面 只有31%的人 是一般相信 或者是很相信 这些主流媒体的 传媒的报道内容 这个是新的 那为什么香港的媒体人 竟然反而敢相信 你那些主流媒体呢 你国人都不相信他的事 正如他昨天所讲的 几个原因 他惯性 因为他很久之前 已经看开这些主流媒体 当时这些主流媒体 都还未那么变态 还未那么贱格 但是去到 那时候就习惯了看这些媒体 去到今时今日 依然是保持着这些习惯 不肯改 懒得是改 怕去改 或者是什么原因 或者好像杜夫 网友杜夫所说 就是因为他们 不懂英文 而这些媒体 就开始有中文版本 就只要看中文版本 就买了 这些事情 那我说回刚才的 卢乐普调查 我数一下一些数字 在历史的timeline上的变化 首先呢 在70年代 这个数字 有多少%的美国人 相信主流媒体的报导 当时大概就是 712 或者 68 69 去到71 72 然后去到 老布殊年代 已经跌到 50 51 左右 只要接近一半 相信主流媒体 再到奥巴马年代 结果更加少 只有40% 再去到 Donald Trump年代 就更加低 当然跟Donald Trump 也不是直接 Donald Trump搞的 而是因为当时 主流媒体 一起联合 同一阵线 去攻击Donald Trump 所以这些媒体 也是作老了很多新闻 去制造很多fake news 所以令到美国人 就更加不相信 主流媒体 再去到 今次的 何錦麗 就再跌到 三成一 相信 当然 三成一 的数字 再Break down 就是再细分的话 民主党人的 民主党 共和党 或者中间派的分布 就是 54% 的民主党人 依然 都是 一般相信 或者高度相信 主流媒体所报道的 新闻 可想而知 民主党支持者 真的可以说是 无弱可救 到这个地步 依然有一半的民主党人 相信主流媒体所报道的 没有问题 这个数字 也都反映出 刚才你问我的 就是 为什么香港 这么多的自称KOL 或者自称是 宇宙权威KOL 当然 这是一个弱清 就是说我取笑这些人 都是相信主流媒体 都是相信主流媒体 因为连美国人 共和 就是左派的 美国人 都是有五成四相信的 那你想想 香港的数字只会更高 嗯 所以说回刚才的Break down 两成七的中间派 即是 Libertarian 即是中间派的人 相信媒体 那么 共和党人 这个是聪明一点的 哈哈 只有一成二的人 会相信 那当然 你可以倒回来 Benson就用这个说法 噢 还有一个成二 那一个成二 是不是死出来的 那你记得呢 有个字叫Rino L I N O 可能你们大家不熟这个字 Rino 这个 term就是 Republican only Republican only in the face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 或者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只是外表上的似Republican 实际上呢 他都已经投了去 左派阵营的了 嗯 那所以呢 也都解释到 为什么还有一成二的Republican 因为就有这班炎仔 在共和党阵营里面 嗯 那你可想而知 呃 这些这样的媒体呢 那个腐败的程度 去到什么地步 那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呢 是跟这个腐败的程度相关的 就是呢 我要用另外一个APP 啊 离开的 应该是有的 有啦 就是呢 这个CBS CBS近期不是出了一宗串闻的 就是他旗下的60分钟 是王牌节目 60分钟时期的雜誌 就主动地帮助这个賀錦呢 就修改了賀錦麗 呃 在60分钟时期 甚至受访问当时所说的答案的 那CBS呢 今天又糟糕了 就是24小时 美国24小时 又糟糕了 就被 呃 就是美国24小时 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那大概 所讨论的问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风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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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去过北卡罗罗纳州 就见到呢 当地的灾情有多严重 也都呢 亲身 和当地的灾民呢 就对话 那灾民就告诉你 其实呢 何錦麗或者拜登政府 对他们的支援援助呢 都是极之少的 他们需要的物资呢 多数都是政府没有提供给他 嗯 那他跟着这个Mike Johnson呢 就在刚才我所说的CBS的访问里面呢 就讲这个样东西 那讲时很顺利 no problem 没问题的 但是到去到出街的时候 CBS居然剪刀了 是 剪刀了大部分 是 就是说 Mike Johnson 说 救灾这个政府救灾不力 但是呢 这部分就剪走了 真是扑街 到回头说 15分钟 他的访问过程15分钟 中间剪了5分钟 就是剪了3分的 嗯 你接了一个嘉宾上来做访问 但是呢 他居然最后剪了3分的 是这么严重的 就好像何锦雷那件事 访问他时候 何锦雷达得差一些呢 那么 预告辩论的时候 我出口窄窄的嘛 是 去到正式的那些 你不可以全部剪掉了 没错 然后去到这些 就是你访问其他党派 批评现在何锦雷 拜登政府的问题 没错 好了 一到最入陆最关键的 全部剪掉了 影响民主党 影响何锦雷选情的 全部剪掉 没错 第二段呢 就是说 他就是说维珍利亚州的州长 就是Yankin Yankin就致力于 第一次 就在极短 就来 有选举 这个这么短时间之内呢 就极力的 尽快将 这些非法移民偷盗者 就剔除 在这个选举 投票者的名单之中 但是他也在访问里面 说这段 但是同时当然 也是剪走了 第三段剪走的呢 就是说 他说 这个 他的 即是说 他所主理主席的 这个众议院里面 刚刚通过了一个法案 叫做 save act save 简称 我的全名忘记了 sorry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找的 save save act 这个法案 就是说这个法案呢 应该能够有效呢 阻止到这些非法移民 偷渡进来 他在说这个法案 这一段呢 也都剪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贺锦丽 拜登政府就是积极地 主动地 用各种资源去引入 或者是主动带买 给了飞机给你坐下 飞进来美国的嘛 那就剪了这段访问 我回望你 陈泰文 会不会讲到南北韩 听回昨晚 和今晚的最正分析 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南北韩 不会 不要说不会有机会 稳明 今晚最正分析 他再讲 刚刚正所说 60分钟事实 或者造假的东西 也都是这篇文 就是我们在看这篇文里面 所讲过的 这篇文就是 Gateway Pundits 大家如果想留意 相关的新闻 也可以留意这个网集 Gateway Pundits 不错的 GP 我可以补充一点 这篇文是没有讲的 但是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 每天 美国时评里面 有讲过那件事 就是六个人踢爆了 CBS这个台里面 其实是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 英文名叫做 Race and Culture Unit 就叫做民族和文化单位 你听到这个名字 就拗了 这个单位是什么 其实这个单位 你想想一下 有一部电影 叫做1984 那个监察委员会 即是说 是高价地 强权地去监察这个台里面 所有的报道 新闻由你 选择报什么新闻 将报的新闻 将会报什么内容 等等的情况 我先不需要交一篇稿 哪一篇稿呢 就是通过这个单位 就叫做 Race and Culture Unit 如果过不了关的话 那就 要是改一个Draft 要是改一个预算 或者 甚至禁止你这个报道 那么 那个关 所谓那个关 那个标准是什么 其实这个标准很简单 就是符合他们左派的 最高指导原则 又或者 是 必定要唱好 拜登或者何錦麗 这个政府 或者他是竞选团 否则你的新闻 就是禁止你了 好了 你敢死 强行 出个新闻 熟识人播出街 都会受惩罚之余 就会像60分钟时辞 可能就是这个 内部单位 这个内部强力单位 叫做强力 强力 内部强力单位 就会强行 这条片改了 所以大家上网 找得到相关的报道 应该那个模式叫做The Free Press The Free Press 是报道过这个 所谓CBS里面 一个秘密单位 就叫做Race and Culture Unit 嗯 我相信 没有一个香港的KOL人 说这件事 我相信 唯独是 不要误自大 因为我相信 不要 但是我刚巧 在自己的channel里面 的节目里面 就说了这件事 可想而知 如果是这个单位 发工的话 也都明白到 首先60分钟时辞 才会这样出现 一个丑闻 然后 在没有几多日之后 也都再发生 我刚才所说的 对付Mike Johnson 这个interview 这个访问里面 即是咳走了五分钟 这件事 甚至 譬如说回周围传媒 还有就是 讲回《楼海时报》 《楼海时报》 《楼海时报》 最近是不是一单 就是关于特朗普 特朗普的竞选演讲的时候 台下有观众不舒服 不是 反而是 ABC 就不是New York Times ABC 反而是 转插 这个可感力竞选团队转头 召插了两刀 但是 首不先就是讲 那个演说 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 刚刚 美国时间这一天 就在费城 一个成交 特朗普 就做了一个竞选演讲 应该是一个访问会 就是 请一些人民上来 上台就问特朗普说话 特朗普回答他 主持人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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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持人 就是 应该是周长 让我找回一个名字 一时不记得了 是美女 Christie Lowen 我觉得是美女 虽然突然打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是美女 她做主持人 就请人民上台 发出问题 然后特朗普回答 在中途途中 有两个人 突然身体不舒服 特朗普就关心他们的人民 五嫂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有一场 叫People's President 就是关心人民的总统 他就说 这个场地好像有点热 好像太热 然后空调没有问题 之后他就觉得 不应该继续这个活动 所以 没有说正式终止 然后这个案子就没有 只不过就说 我们的对答就有点完结 然后播放 我们原本安排好 会播一下歌 而这些歌 是每一次竞选的演说里面 这些歌其实是特朗普自己安排的 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东西 播歌 然后我下台 就和这些人chit chat 谈谈谈谈谈 千万人不用这么深谈 千万人认相 为什么就是宗子对答呢 因为通常对答 特朗普回答 就会令到一些人很兴奋 一些兴奋就特别热 特别紧张 心情更加激将的时候 就会令到有些长者 或者有潜在的慢性疾病的人 更加容易发作 所以就停止对答算了 然后呢 賀錦麗的竞选团队就是 又出fake news 又去老作 串这个拜登 是不是老人正法作 串了特朗普 对 串特朗普 那个ex Twitter 内容 是来自Kamala HQ 就是 就是 賀錦麗的竞选团队 就说他 lost confused roasted on stage 就是说呢 他好像迷失了 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就是好像他 他说他好像拜登 就是其实当年 用词不是这样 就说他好像拜登 或者freeze了在台上 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好像以前有个 麦康来尔 嗯 好 但是呢 实际上大家 找片 即使找回HQ 那条片 他反而不是这样的 就不是这样的 反而呢 特朗普很正常 只要坐在台上 一会儿的 就是 特朗普这次是 因为他关心台下 观众的健康 没错 所以才暂停的活动 没错 而何今次就屈究是特朗普 因为他身体有问题 他自己有问题 是的 所以活动就终止 是的 这样去骗人 好没有道德 好卑鄙无耻 接着呢 有个网友 都是好像你所说 我继续说 接着是何锦麗 知道了自己竞选团 出了他的post 他就跟着 成性最重要 就串特朗普 就很隐悔串特朗普 希望他没事 就是说他有事 他有老人症 他老人症 他老人症發作 你不准投给他 他就开始 心理和精神状态失常 你不应该做总统 就是这样 大致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就出了ABC ABC 接着就很快出了 那个报道 就是说 不是啊 ABC说不是啊 特朗普很正常 特朗普因为我刚才说完 才暂停 暂时去 部分暂停这个项目而已 而且 ABC 也是说 他之后 特朗普 有了老婆跟他握手 签名 跟他有支持者 chic-chat 整个气氛很融和的 没有突然之间 那些人说 他精神失常了 我们走了 没有这一样东西 ABC是左媒媒体 ABC反而 转插回这个 何感你的团队 接着呢 有个网民 可以 他的发言 跟刚才阿正 康正所过的一样 在这个网民 就叫 Kristen Hawkins Kristen Hawkins说 You do realize two people have medical emergencies 即是说 其实你们何感丽 或者何感丽 是知道有两个人 身体有问题 特朗普才作出一个 对人民 对他的支持者 关为所作出行动 Goodness You are a sick You are a sick sad individual 即是说 你根本 何感丽 是一个变态 精神有问题 有病的一个人 sick 即是说 你的道德是有问题 而且你是很可怜 你居然 在这一件事上面 有两个平民身体有时的情况之下 你都逐发这个post来抽水 即是踩着人民上位 来串凡特朗普 就拿个小小的票 哇 这么败的 这么悲劣的行为 就是你何敢来做 那我相信呢 HK01或者 都往香港 不会补这件新闻 甚至那些 撑民主党的香港 那个KOL 没错 不知道有没有说 没错 那 除了美国新闻之外 是 是 你都要讲一下神秘学 没错 下一节是吗 是 他现在 不是这一节 都是这一节 同一节 是 是 是 肯定了吧 是 开波了 好 开波 是不是你 第一张照片 可以出第一张照片 好 今天讲什么题目 先去神秘学 今天讲的题目呢 就是讲一单 横跨年代 就是1947年的7月 再去到2009年 一个横跨时间这么长的 一个奇异个案 当然 你可以将这个 我刚才所说的time 拆分成很多个小的 讲都没问题 但是就是因为 互相了解 所以我就 我自己的研究角度 称之为一个整体的个案 横跨时间是这么长的 而横跨地理的地方 美国 再到英国 再到美国 但是如果你计算我的调查 我一个原本土生土长 香港人的调查 然后在香港跟你讲一些 关于这个个案 而从来世界上 没有一个媒体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一篇文 没有一段片 是讲过的资料的话 横跨的地方 就是包括美国 英国和香港 这一刻 哈哈 好了 我再要讲的就是 这个个案 横跨时间很长 中间呢 是有些条约的时间 有些事件的条约 那你可能一开始 听这个个案 那时候呢 就会说 哇 你要说什么了? 你开始说些东西 都好像大家没关系 但是只要你给一些耐性 狠听下去的话 你就知道 你是必须要明白 那个 在这个timeline上面 那些事件的发生 之后呢 就要明白整件事 如果是中间飞了 都没问题 但是有些东西 关键的 element 关键的要素 你是不明白的 那么事不宜是 就马上开始了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 1947年7月的日子 大家要震撼 等一下我会说 为什么呢? 1947年7月呢 罗兹威尔事件的 UFO crash 就是UFO的 罪威事件就发生了 大家看看这幅地图 嗯 不知道呢 你看到这个 右下角就是 罗兹威尔市的市中心 那么呢 右上角呢 就看到呢 科罗纳州 Corona Village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叫做科罗纳州 英文呢 就叫做Corona Village 那么呢 在这个科罗纳镇 不是科罗纳州 科罗纳州 和罗兹威尔市 中间的一个地区呢 就是1947年7月 發生的 UFO聚毁个案 这个呢 是主流 UFO研究界 觉得的 一个crash site 就是一个撞击地点 但是 这件 罗兹威尔撞击事件 其实呢 在UFO界呢 争吵了几十年 我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 就是一个 研究者 叫做Dennis Borsasa Dennis Borsasa 在他的网页叫做 Truth Seeker at Roswell 这个网站里面 就曾经登过 另外一个目击者 叫做Ragsdale Ragsdale 而Ragsdale 这个人呢 就声称自己 在同一日 同一日 时间里面 就是见到 有另一架 UFO 就撞击地点 就不同了 就是撞击在 现在画面里面 左下的 叫做Capital Mountain 这个地方的山区 山脚那里 是有一个撞击地点 所以你就想到了 其实这个撞击地点 我所指的 全民UFO 最位地址 就和我刚才所说的不同 那呢 只是罩这件事 可能已经咬了几十年 是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一个专家 大家如果 在UFO界里面 可能初纲 或者是 老手的话 都听过 叫做Jack Farley 一个法国人叫做Jack Farley 那他出了一本书 就是说 另一个crash site 撞击地点 就是叫做 这个 Trinidad Trinidad crash site 那就是另一个地点来的 我举这两个例子 就告诉你 如果是 只说Ragsdale 只说Ragsdale 这个UFO最位事件的话 可以讲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也讲不完 而且是一个 我认为是打大佬的 topic 所以我不再讲下去 就只是讲 主流 最后UFO界 研究界 所谓的 全民UFO 最位地点 就是我画面里面 这个 那好了 这个最位事件 可能大家 有些人不信 或者信也好 我就照说 照说 的也确 有不少人相信 是在这个位置 有最位的UFO 然后去到 我介绍一个人 这件事 这个人 就是 整个timeline 整个历史里面 其中一个主角 就叫做 Robert Rich Robert L. Rich 这个人 这个人 由1989年 去到1995年 他的生活地史 就是在 罗兹威尔市里面 他就说 由1989年 至1995年 就是有一个 习惯 就是喜欢去 画面里面 全民UFO 最位位置 的东南方 一个地方 叫Sitter Hill 铁鹿步行径 Citter Hill Dear Hunting Trail 这个地方 就在我刚才的 那个年份之间 就喜欢去打猎的 一个星期 可能一次 或者一个月 去几次 但是1995年 Robert Rich 就是觉得 我 lost my interest 就是说 我不再喜欢去这个地方 打猎了 所以之后 就停了一段时间 没有去这个地方打猎了 等一下我会有 我自己在那里拍的照 和Google Map的一些照 这样的 那么好了 再跳到1995年的 11月5号 Robert Rich 就在 罗兹威尔士的 东面 的一个山岭上面 就看到一只UFO 那为什么 他会和朋友去这个山岭呢 就是因为 他原本拿着和这个朋友 去山谷那里 就是说 他首先爬上山顶 然后再下山顶 下面的山谷 去山谷玩的 就是爬上山顶 附近 他就看到一只UFO 那只UFO 就是 橙色的 就是他看到的时候 是橙色的 是 之后呢 这个UFO 就在后面 留下了一条很长的 廣东话叫尾巴 英文叫做 Favor Trail Favor Trail 如果中文直译 我查过 叫做 水汽尾跡 就是你这样说 其实就是很简单 一只飞行物 当飞过一个天空的一个轨迹的时候 它可能的热气 是令到一些水汽迎接 之后呢 就留下了水汽的飞行行跡 这个叫做Favor Trail 这个Favor Trail 也是橙色的 但是呢 Robert就解释了 为什么是橙色呢 就是因为旁边有个好光的月亮 他认为 是月亮反射了在UFO表面 和在Favor Trail 所谓呈成一个橙色的环色 他估计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月亮的光影之下 这只UFO呢 或者和那条Favor Trail 或者这个水汽的痕跡呢 就是会是白色 而且UFO就是硬白色的 那就是说呢 他首不知呢 就以 Robert就在1995年11月5日 就已经见到UFO了 在附近的区域那裡 那当然呢 Roswell这个地方 见到UFO呢 不是那么出奇而已 因为当地很多的居民呢 亦都在他的不同时间 不同的岁数呢 都会见过类似UFO的现象 那么再去到19 这个timeline呢 就移了差不多2年了 就是1996年的8月2日 就是说英国所发生的一个 蜜田圈的事件 就要出第二幅地图呢 就是叫蜜田圈地图 上面移 那么这个蜜田圈呢 就发生呢 刚才我说的日子 就是1996年8月1日的夜晚 至到8月2日的凌晨时间 发生的 那么这个蜜田圈呢 就是两个在同一的时间 同一个蜜田圈上面 出现了两个蜜田圈 不是 先去到刚才那个地图 我先去到刚才那个地图 好了 那个位置在哪里呢 首先你要理解呢 英国大岛的东南边 就有一个城镇 就叫做斯温顿城 Swington City Swington City的左下角 就是一个Historical Monument 就是一个历史的遗迹 就叫做Linton Hill Fort 利丁顿山堡 在利丁顿山堡呢 应该不够一公里之内 或者几百米的范围之内 就是刚刚康正遮住的箭嘴位置 就是1996年8月2日 就在这里 发现了 同一个蜜田圈上面 有两个蜜田圈 嗯 好 好 麻烦Operator先生 就去第三张照片 就是两个蜜田圈上面 是没错了 就是这两个蜜田圈 这两个蜜田圈的形状 就有很大分别 先说画面上面 那个 画面上方那个 当时两个蜜田圈的专家 叫做Stuart Dyke 和Red Coley 两个都是 大概同意 应该改个名字 叫做複杂的名字 就叫做 Julius Edge Formation Crop Circles 中文直译就是 朱利亚集合 集合构造蜜田圈 这个名字够够复杂了 那容许我说少少少 说少少少数学知识给大家 朱利亚集合 是一个数学的知识 是一道数学知识 它是一个更大的 一道数学知识的分支 就叫分形或者碎形 英文名字叫Fractal 大家如果有尝一下 英文知识 数学知识的话 你就知道Fractal 是一道什么数学 麻烦operator先生 就去第五张图 就是一个Wikipedia的 一个剪圖 就是朱利亚集合 好了 数学 就是表好一张 第五张 就是我们应该是六 白色底 对 这一张 朱利亚集合 就在Wikipedia解释 当然 我刚才所说 Wikipedia讯不过 当然 我只不过是简单用 入上面的资料 解释给大家听 如果我自己 当然不需要Wikipedia 都要了解 什么叫Julius Zedt 这个数学文 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画面的左下角 就是显示一幅图 这个朱利亚集合 这一套 智色 其实是可以用图像 来显示的 大家如果少少 见过左下角 那幅小图的话 你就知道 其实 这个就是一个分形 Fractal 用图像显示的 一个方式 但是 你接着问 Fractal是什么 有没有实际功用 其实是有的 例如说 如果你想知道 一个海 一个海岸线的分布 或者海岸线的形状 是什么 Fractal能够帮你解释得到 又或者你想了解 某些生物 某些虫 某些虫 虫的表面的生长 的结构 可以亦都可以 数学模型 Fractal这个数学知识 可以解释得到 还有就是一件事 大家每天都用的 电路板 即使你用Apple手机 手机也有电路板 对不对 你去设计手机 必定需要和Fractal 分形这个数学的知识 所以就告诉你 Fractal这一件事 是一个实用 是一个有实用性的数学知识 而刚才我在 刚才出过的第三张照片 就是两个蜜田圈 相片这张照片 里面上方的蜜田圈 正正显示出 可能就是显示出 制造这个蜜田圈的个体 无论是人也好 外星人也好 这幅图也可以的 无论是人 外星人也好 或是怎样也好 它是有 不是 刚才那一幅相片 就是它是有 刚才我所说的实用科学 实用的数学知识 Fractal 就是因为它明白 这个数学的知识 它不是乱做出来 有些人就说 Grobs Circle 只是人无无端端做出来 两条 上了年纪的英国浪漫 就弄回报报 压压压压压 压压压压的原文出来 I'm so sorry 你这幅图绝对错 在这幅图上 就显示出 它是有这个数学Fractal的知识 哦 厉害 不是普通人做的 不是普通人做的 待会我会讲其中的细节 都显示不是普通人做的 不是用一块木板压出来的 好了 再去到刚才那第三张照 两个墨田圈相片 一张照 就是刚才有个红花 写着朱灵亚集合构造的那幅相片 应该是在之前那幅相片 3号 3号 刚才我讲了两个Crop Circle的专家 Stuart Dyke和Red Coley 他们叫这个 就叫中文直译 就叫半圆全圆墨田圈 Full Moon Half Moon Crop Circles 那这个才是主角 但是我稍后再讲 里面有些细节 好 那现在就可以去3A 两个墨田圈相片2 就是我们4号 没错 就是这个 这一个 稍不知我漏了一点点 应该刚才有张照片 刚刚出的那张照片 不用出的 不用出的 我照顾说 刚才那张照片 我要鸣谢 Lucy Pringle Lucy Pringle 就是以前的 有个网站叫做 Crop Circle Connector 就是一个很友善 很喜欢分享 Crop Circle上面 给人的一个女士 我鸣谢刚才那张照片 的来源是她 这张照片的来源 就是源自我刚才所说的 其中一部 研究这两个Crop Circle专家 就叫做Red Coley Red Coley Red Coley 就在这一幅照片 它清楚显示出 就是1996年82日 在同一个墨田圈 出现这两个墨田圈 右上边也显示了 那个墨田圈的名字 右下边就叫做 Full Moon Half Moon Grop Circles 中间那些细节 我稍后将会讲 前月 或者半月 半月 传月墨田圈 哈哈哈 一个比较复杂的名字 就可以去到第六张照片 身处于朱利亚集团的墨田圈 就是我们7号 没错 那这个就是 这幅照片 是源自于 Steve Alexander Steve Alexander 我想去名借他 这幅照片 就是他身处 在这个墨田圈里面 直接拍的那幅照片 你可以看到 刚刚正遮住了一点点 在这个圈 最下面的圈 这个形状 你可以看到 那个压的方法 是一个散射式 和一个散射螺旋式的一个压法 嗯 这个压法 你要留意 它大致上 是一个counterclockwise ,是一个逆时针方向的一个压法 这个是一个重点 大家观众 如果还想听到的话 你要记住这个重点 逆时针 好了 然后这个圈 就跟它刚刚黏着上面 那个圈 那个旋转的方向 是好像相同 但是那边皮 那边皮 你要看到 是一个互相向着不同方向 去旋转出来的方法 大家 我先说清楚 这两个 不是一个普通的 互相逆向旋转的方法 这个 原本是两层墨 隔出来 然后两层墨 上面那层 下面那层 就各自去 去两个不同的方向转 然后继续压 然后压成 就是说 这个墨田圈 你就这样看 好像就这样一层 不是的 其实是两层 嗯 这个就是解释 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解释 为什么很多人 这些主流媒体 或者是 或者是 一些所谓 debunkers 一些怀疑论 就是说 找法模板压出来的 但是 你虽然知道 找法模板压出来的话 就只会压到一层 但是呢 它是同时压到两层出来 而两层之后呢 是会向相反方向左右 或者是上下 或者是南北呢 是去旋转出 一个这样的形状出来的 所以你记住 不是木板压的 不是两个 没有学会 没有技术的农民 找木板压 硬硬硬硬硬出来的 是bullshit 嗯 嗯 那好了 可不可以 再去到下一个 7号 即是8号 即是8号 就是下一个播放这一个 大家 我们两个都遮住了 下面的字 就是180英尺 这个图 这个crop circle 180英尺长的 你可以看到 照片画面里面的人 的大小 你就知道 这个圈有多大 是多大尺寸 这张照片 都是名借 Steve and Sanders 所提供的 这张照片里面 也是看到 中间 螺旋的方向 各自相反 一个是逆时针 一个是顺时针 一个是顺时针 嗯 这个也是重点 大家要记住 这个crop circle 比刚才那个更加厉害 就是 这个不是两层 是四层 这个是四层蜜草 有时候 四层蜜草 各自向一个 稍微不同的角度 轻斜的 首先呢 一层蜜就是这个方向 然后轻斜 然后另外 上面那一层 就向着这个方向 稍微有一个角度的分差 然后再是这样轻斜 第三个 就是这样 这样算 第四个就是这样 就是说四层蜜草的方法 嗯 你不要跟我说 一个龙民呢 懂得这样做 而且呢 这样的蜜草是相当複雜 我不相信 一块木板呢 你用一晚时间 能够压到这些东西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废话 我不相信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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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Stuart Dyke的亲身研究呢 就是公开出来的 一个研究的 特征来的 那 那 好了 再去到第八 即第九张照 就是比较近的角度所拍的 也是多谢 Steve 所提供的一幅相 来的 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的确实是一个压的花纹 在这里 而且你远远看 就好像 不是很特别 但是你实身内看 就不同 而且呢 我拆开一点点 除了这些特征之外 真正迷 真正 所谓奇异的蜜田圈 还有另一个特征 例如 你以为这些草死了 对不对 如果那个龙民是用木板手压 那些草就死了 没有在生命 或者甚至乎 墨水 就是那些呢 最尖端就是那些蜜粒 全部都破坏了 但是呢 你真的去看那些 真正的 所谓奇异的蜜田圈 那些蜜粒 就是那些蜜粒 没有破坏 之外呢 其实那一棵也没有死 如果你继续给它生长的话 它是继续生长得到的 这个就是 一个真正的奇异蜜田圈 和人造成的蜜田圈 最主要的分别 嗯 还有就是 那个压的方法大致 有几种 我简单讲其中两种 其中一种就是一支蜜 你可以幻想到一支蜜 那些蜜粒就是这样 嗯 但是呢 它只是加热一边 不知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加热 我不知 但是呢 那个现象就是 手蜜粒就是这样 其中一边就被加热 另外一边没有加热 加热那边的物质就是膨胀 对不对 膨胀其中的方式就是四镇 其中一种就是 变长了 变长了 变长了之后呢 就会形成一个 对另外一边没有被加热的压力 继续压压压压压的 就会被压缩到一个感向 哦 一个好像平了 其实没有 不是被压的 它经历过一个 只是单边加热过程 所以说 怎样能做到 一条条道草这么多 如果做了一條單邊計 不要問我 我是解釋不到的 我解釋得多 如果是外星人的話 我就做了外星人 我不是地球人 另外一個壓縮的方法就是 你知道一枝枝麥中間是有折的 就是knops 中間會有一折一折這樣上 就是在那些折那裡加熱 加熱之後它就會爆開 然後它就會向其中一邊壓下去 但是那棵東西的核心沒有死到的 讓一棵生長是生長得到的 為什麼我知道呢 其實我去過幾次這些所謂的奇異蜜田圈 我親身下去了 那些相片我不出了 因為那些相片是有一些distortion 是有一些歪來歪來歪去 為什麼這些相片是值得被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實真正的蜜田圈 在裡面拍照是會有所降擾 這個也是真正的奇異蜜田圈的現象 就是你帶一些非能視鏡機 它都會受光 更何況你帶一些電子的Digital Cameras 或者是一些拍影片的Tamp Quarter 就是拍影片 它有時候會受到降擾 這個也是真正的蜜田圈的特色 人族蜜田圈是沒有這些的 可以去到第十張照片 第十張照片 哇這些都是make cute的 這是一個剪影 剛才我所謂的 朱利亞集合結構蜜田圈的一個剪影 而這個照片也是多謝 Red Colling 這個專家對蜜田圈的研究 這個是他的idea 這個是我的idea 你都說那你信不信這個idea 有些我不同意 但是我不是那些方面的expert 他是一個引述方面大家了解的 他就認為 這個Fractal 這個朱利亞集合結構蜜田圈 其實顯示出一個叫月上 即是說月亮經過月和日的變化之後 他的外形的變化是怎樣 最左下的歌曲寫著July Half 24 那個是日子來的 7月24日當時 1996年7月24日就是半月 再去到7月30日 畫面右上角就是Full Moon 就是滿月30日 再去到8月August 就是1 2 3 4 5 6 再去到8月6日 再去到8月3日 而中間那個類型的東西 有些人就認為 這個只是隨機做下去 其實不是 Rack Cully就覺得 這個是Pointer 是指標 是一個箭嘴 他指著 1996年8月3日 8月3日 就是正直去到半月的過程之中 這個Rack Cully就認為 這個Crupp Circle 就是告訴你 我知道你們地球 即是假設一個個體 就是知道你們地球 那個月上的變化 顯示出它是不單止有Fractal 分形數學知識 也都知道你們地球的一個衛星 叫月球 它在經過月份的 即是經過日子的變化之後 或者經過日子歲月的流逝之後 它的月上究竟是怎樣的變化 就是這套 這個Crupp Circle 是在8月2日出現的 對不對 然後在8月2日出現 它看著8月3日 即是說它預先告訴你 我們都知道 之後一天 那個月上究竟是怎樣的 即是說 我是知道這個月亮變化之後 一天會是怎樣的 即是預知 不是預知 其實人類都是這個知識 不過呢 可能那個個體會顯示到 你有什麼我都有 是 我也知道這個東西 好了 就去到11套 這張也是Red Coley 剛才的專家 對另一個Crupp Circle 就叫做 半月全圓蜜田圈的一個分析 好了 它認為這個蜜田圈 就是 那個半月全圓 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隔離那兩個 沒有被壓到的那兩個區域 那兩個區域 它認為都是一個point 是一個指針 指著 estimus 大家知不知道 什麼叫做estimus estimus 就是叫做 方位角 或者叫做方位 那就是 例如 你有支筆 OK 用支筆來解釋 支筆對著 正正 最上面就是0度 轉一個直角就是90度 再轉一個直角就是180度 然後這個270度 再轉一個0度 0度就是北方正北 180度下面就是正南 這邊就是東 這邊就是西 沒有了 指著的 剛剛就是指著最上面 指著畫面上面 它就 red code 認為這個蜜田圈指著的就是 290度 就是其實就是西北邊的方向 就是說你在7月16號的日落時間 向著290度 就是西北方的望 在這個角度 這個日子 你就會看到新月 尿門 就是剛剛月亮 一個比較 很少部分一個月亮 一個月眉 或者一個微月 一個現象 正正下面那個角度 就是剛剛相反就是180度 290度 減180度就是110度 這個方向大致就是一個東南面 你指著東南面那個位置的話 你向著那個方向看 就在 要出剛才那張圖 sorry 你在7月30號 向著大概東南方向看 你在大概日落時間 就會看到滿月的了 那麼這幅圖呢 都顯示什麼 red code認為這幅圖 製作的個體 無論你是人有 外星人有 或者其他個體 也都是顯示 它是知道 之前 7月的時間 你的月亮的變化究竟是怎樣 也就是告訴你 我是知道月亮的變化 也就是說我有這方面的知識 插一下少許先 橫跨整個這個 這麼長時間的整體個案 月亮都是一個 經常出現的一件事 正如剛才說 剛才的主角 事件的主角 Robert Rich 待會也會出現的 Robert Rich 在1995年 之前一年 就見到一個UFO 和一個所謂水 水的痕跡 他說月亮照射之下 就令到它變成橙色 是月亮 然後這個Crop Circle 1996年8月2號 出現了兩個Crop Circle 亦都是跟月亮有密切關係 嗯 好了 之後就可以跳去 2004年9月4日 2004年9月4日 還有少少的 少少的資訊 可以告訴大家 Red Coley 就覺得 解釋到這個 在1996年8月2號出現的 這兩個拔田圈 就可以幫助解釋 在之前 英國不同 兩個不同地區 所出現的兩個Crop Circle 就出十二圖 和十三圖 首先出十二圖 就是巨石鎮所出現 就是1996年7月7日 所出現的巨石鎮 隔離 和馬路隔離 的Crop Circle 我知道 有些移英港人 移民到英國 香港人 就去過巨石鎮 但是巨石鎮 不是那麼神秘 而已 巨石鎮隔離 久不久 就出現真正的Crop Circle 真正神秘的Crop Circle 就是其中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和剛才我所說的Fracto 是一樣的 不是一樣 是有些分別的 好奇怪的 你看看我左上角 那些字 如果你有心機看得出來 它也是同時顯現了 數學知識 就叫做Fracto 碎形或者分形 而且是一個陀璇形的圖案 而且它的陀璇形 是比剛才剛剛出的那幅圖 更加厲害的 哦 你告訴你 我再一次顯示 我是知道你們這些 就是地球的 數學的天才 或者數學的家 所認識的 就是智識的 去第二集十三號 全夜的 沒錯 這個和它更加複雜 是三個朱利亞合集 等於畫面的右上角所說的 三重朱利亞集合 就是說 我不僅僅做到一個出來 我將三個朱利亞 Julia Set Formation 結合成一個都還可以 嗯 就是告訴你 我是可以變化 而且變化可以更加複雜 而剛才我所說的就是 1990年8月2號 時間同一個蜜田圈 出現的兩個蜜田圈 Redcode 這些專家 就認為可以解釋 剛才畫面出現的兩個蜜田圈 去幫助解釋 這是小屍的分支 大家記住 這件事 整建奇異國安的主角 是 在 再之前出的那幅相 就是 半夜傳言蜜田圈 你可以出八號圖 八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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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蜜田圈圈的重點 大家記住 而剛才出的那兩張照片 我也是名謝回 Lucy Pringle 的 出第三 第十 sorry 第一張 第一號的地圖 新墨西哥州地圖 沒錯 現在事件再推到2004年的9月4日 主角Robert Rich 突然之間深血來潮 由1995年 剛才所說 由1995年開始 他已經對這個 在Citter Hill 這個地方 蜜陸已經沒有什麼興趣 突然之間去到2004年 9月4日 他就深血來潮 咦 我也是去那裡打蜜 小小的一個 細節 他不是用槍 他是用弓箭 不是用槍 2004年 沒錯 9月4日 我就覺得 咦 我再回到這個蜜陸 他主要是蜜陸 那麼 就去到這個 Citter Hill的蜜陸步行徑 又回到那裡打蜜 那麼 現在就可以出圖 No.14 那麼 這個很明顯 就是Google Maps的街道圖 一個Capture 的一個 一個Screenshot 那麼 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蜜陸徑的入口 嗯 當你醃了景 當然右手邊 當然不是馬路 右手邊 那裡再進去 再進去的地方 就是那個 獵陸徑的一個 一個山徑 一個trail 那麼 他就在這個地方 跑出車 然後就走進去 那麼 走進去 走一走 沒有走到 大概15分鐘之內 可以出 第15號照 好 第15號照 就顯示 逛逛逛 沒多久 他就指著這一點 Robert Rich 就發現了一顆石仔 嗯 那顆石仔 大概就是5cm 甚至4.3cm 待會再說這個尺寸 一顆石仔 那麼 他直覺覺得 這顆石仔 挺特別的 但是當時 他裂綠 他是看著地上 跟著那條腿 以為是綠 所留下的 Hoof Track Hoof Track 即是那個提 所留下的腳印 那麼他跟著這個腳印 他以為是這隻鹿 啊這隻鹿 我跟著這個腳印 可能就裂到這隻鹿 那麼他繼續跟著 這個腳印 暫時呢 就不理會 他可能在眼角見到的 這個石仔 就距離他在走的 那條 這條路徑的中線 就距離大概12尺 那麼好了 啊 保持著這張照片 保持著這張照片 不用走的 那麼我走一走一走 再走多十幾分鐘 他才發現呢 可能夠了 原來這個 不是綠留下的腳印 即是不是那個Hoof Track 不是D 即是不是綠留下 是山羊 Ghost 就留下的 那麼他不是獵山羊 那個獵鹿 對山羊沒有興趣 所以呢 不如轉回頭 就去撿那個石仔 轉回頭 就去撿到這個石仔 等一下我會出這個石仔的照片 那麼好了 撿到石仔 撿到石仔之後呢 他就拿著在手上 然後呢 那時候呢 就很多沙 很多泥沙遮住這塊石 是 然後呢 就拿這塊石 去他那個貨車 那裏 那裏 就用這些工具 打掃一下它 然後呢 然後呢 就看到那塊石是怎樣呢 就可以出第十八張照 石塊正面一 就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 就是他所撿到這塊石仔的樣子 沒錯 麥田圈 沒錯 就是跟剛才的麥田圈一模一樣 大家sorry 如果大家覺得剛才 哇 很沉悶 不聽下去了 那麼 I'm sorry 那你就失去了這個石 等一下我會講這個石的精妙之處 你就這樣丟下去 人都做到了 no 我告訴你呢 人是很難做得到的 然後呢 我會講一個原因告訴你 那好吧 他回到去 把這個石仔再拿回家 他可以出第十六張照片 那麼呢 他就覺得這塊石呢 是很珍貴 他很喜歡這塊石 他甚至符合那個字 I love to rock 是吧 我愛這塊石 那麼呢 他就 嗯 愛他的程度啊 就是呢 不是太想被人知道 那麼他就長期呢 就放在這塊石 放在保險箱 有空拿出來看 又或者呢 他曾經給過兩個親民戚友 看過這塊石 但是呢 放在保險箱裏面 這個保險箱呢 待會去到故事 最後呢 就是個重點所在 就是其中一個重點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呢 你認住了保險箱 那麼呢 他覺得這塊石很珍貴 他甚至乎覺得這塊石 是上帝做出來的 嗯 from the hands of God 這個是呢 他的exact wording 就是他跟我親口說 因為之後訪問過他 剛剛那一張照片 剛剛那一張照片 我怎麼講 可以了 第十五號照片 指示著 有個紅色箭咀 指著那個石塊紙 是小弟拍的照片 是呢 Robert呢 帶我去那個現場 我所拍的照片 也指示我呢 就在那個位 發現了這個石 那麼繼續這個畫面 那麼呢 他就很余獲至寶 所以呢 就保存這塊石 在這個有鎖匙 能夠鎖住的寶箱裡面 那麼他家人呢 是知道的 那麼 再去到 可能呢 中間的過程 他都覺得很神秘 雖然是上帝做的 但是他覺得很神秘 那塊石 我也想知道多些 這塊石的資料 那麼所以呢 差不多過了半年之後 到了2005年的2月呢 他就帶這塊石呢 就去一間大學 叫做Eastern New Mexico University 就是東新墨西哥大學 那麼可以出第十七號照片了 那麼這個就是 我等一下說這塊石 就是他帶他 這個石呢 去剛剛我所說的大學呢 給一個 Physical Sciences Department 就是 物理科學 或者叫自然科學 物理科學 學系裡面的一個教授 叫Professor James Constantopoulos 就是畫面裡面 左手邊那位的教授 他當然是一個PhD來的 那麼呢 就帶給這個學者去做研究 研究呢 基本上是分開兩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可能就這樣 用眼看 另一個部分呢 就用一個比較高倍數的 雙筒顯微鏡呢 就是在顯微鏡之下 就看看它的外形 看看是不是特徵 那麼第三個部分呢 就用一個更加複雜的 一個檢驗方法 等一下我會show 這個檢驗方法 測試結果出來的 就是一個檢驗方法 就叫Energy Dispersive X-Way Floorsen Spectroscopy 你聽到一堆東西 不知道是說什麼 其實呢 很簡單 這個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給大家聽 就是呢 用一個發射X射線X-ray的一個光速的 發射光速的氣體 就是一種異氣 就將這個X-ray 就打到這個石頭那裡 那部分呢 這個石頭就會吸收了 很少部分X-ray 其他呢 就會用各種不同方法去散射散失的 那麼呢 就分析這些散射的特徵 就知道呢 這塊石裡面呢 大致上的物質分佈 就是說有什麼物質 而那個物質呢 那個含量有多少有多少 那這個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測試方法來的 那你是經歷過這兩個測試 但是很不幸就是呢 沒有多久之後呢 這些資料本來是留在電腦的Hard Drive那裡 但是Hard Drive呢 就出事了 是嗎 大家呢 通常用電腦的Hard Drive 以前用得 以前呢 就是電腦裡面的Hard Drive Crash了 就是說呢 Corrupt了或者叫做 那麼呢 就知道呢 就沒有了 那麼不要緊的 之後呢 他會做另外一個測試的 那麼 還沒做另外一個測試之前呢 就去到差不多兩三年之後了 那麼呢 那這塊石呢 畫面裡面呢 Robert Rich呢 都是真而重之的 再到2008年呢 他都忍不住 就說 我也是想知道這塊石的多些資料 那麼 所以呢 就在2008年的7月4號呢 就帶這個石呢 去一個 節日 Festival 叫做Roswell Festival 就去到他的省裡面 差不多每一年都 舉辦的一個節日 叫做Roswell Festival 在這個節日裡面呢 就問一個 在當地正在做Show 可能正在做真人示範 或者正在做Show的一個 陶瓷和雕刻的藝術家 他問這個陶瓷和雕刻的藝術家 就說 這塊石呢 可不可以人做出來 知不知道做出來 這個雕刻家直言告訴他 我做不到啊 我不知道這個Farmer怎麼做 你叫我做我也做不出 也都告訴他 就是說 如果找做雕塑 我不會用這塊石 因為這塊石太硬了 等一下我會講這塊石的一些物理特性 這塊石太硬了 我根本就不會用這塊石材來做 這個雕刻大哥 總之就是說 這個是有雕刻經驗和有陶瓷經驗的藝術製作家 我告訴他 他是做不到的 嗯 再去到2008年 7月15日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正正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Robert在2008年 就帶過這塊石去這個Festival那裡 開始 那個叫什麼 消息流出了 消息外流了 就是說 人傳人 可能那個藝術家就告訴其他人 就是 哇有這塊石 這塊石呢 我從未見過有人可以造出這塊石 但是呢 這麼驚奇的事呢 就開始外傳 就傳到去 另外一個UFO或者奇現象的研究 一個研究者很出名的 就叫做Linda Morton Howe 這個呢 如果大家研究UFO或者奇現象的人呢 就很清楚這位女士的名字 就叫做Linda Morton Howe 之後就叫做Linda 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呢 Linda呢 就找盡人物 最後就找到 Robert Rich 那Linda呢 就約定這個Robert Rich 就再在2008年的7月15日 再來多一次測試 再來多一次檢測 同樣都是去回同一單的大學 就是新墨西哥大學 找回同一個 或者就是 Professor James Constantopoulos 之後我簡稱叫做Professor C 那再找回Professor C 就驗這塊石 我們驗這塊石 驗到什麼呢 可以去第18號圖 這塊石呢 是1.5cm 乘4.5cm 一塊石 平面的Dimension 就是平面的長幅高 大概有幾長 5.5cm 4.3cm 很簡單 我手上就有一張卡片 這張卡片 大概有一百大通 或者是一張信用卡 你幻想 大概就是一半 信用卡的一半 這樣的尺寸 這樣的長幅 這樣的一塊石 平面 應該它的厚度 大概就是3-2cm 有厚邊有薄邊 畫面顯示了 有厚邊有薄邊 大概厚邊那邊就是3點 沒有 2.2cm厚 另外一邊就是1.6cm厚 這個厚薄呢 你就會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也是這個重點 我可以說出來 就是 這個較厚和較薄 有一個分界線 這個分界線 是這塊石裏面的其中一種礦 叫做Magnetite 叫做磁鐵礦 裡面的物質的磁向 是相反的 我可以這麼說 口邊那邊的 這種磁鐵礦分子的磁向 假設就是這個方向 而另一邊就是相反方向的 那為什麼這一個重點呢 就是這個之後我會播放影片的 就是 當如果拿著一個磁鐵 有回不上磁牆 有回不上磁力 我將這個磁鐵 手不知放在畫面裡面 半月傳越的 在教後那邊 半月傳越的花紋的話 這塊石是會轉的 這塊石是會作出 逆時針方向的轉動 然後呢 我將這個磁石放在它對家 但是呢 放在教博那邊的 半月傳越的花紋的話呢 這塊石呢 就會穿出順時針的轉動 是自己轉的 當然呢 就要放一塊磁石 放到很近 就是來大概這塊石 大約五六mm的時間 就會發生這件事 那麼呢 你就可以想得到 如果製作這塊石的個體 它的精妙程度在哪裡呢 手不知要撿到一塊這樣的石 然後他知道這塊石呢 是有磁鐵礦在裡面 他也知道這塊石呢 在較薄較厚的兩邊呢 磁鐵礦的分子的指向 的磁向是不同的 嗯 然後再度著這條虛線 然後再度著這個花紋 加珠在上面 是 才做到我剛才的效果 就是說呢 製作這塊石的個體 亦都顯示再 顯示多一點的就是 我的技巧 就是去到這個地步 是 你可以說人都做到 是嗎 你剛才有那些 所謂的測試方法 我也知道 之後呢 我所說的就是 這個花紋 你看清楚一點 這個花紋 是一個浮面來的 是啊 它手不知呢 是 花紋浮出了上面 然後再丟下去 哦 你如果就這樣 很立刻的 就要直接丟下去 不是的 你看清楚一點 它手不知是 一個凸出來的 一個扣片 再丟下去 它不是直接就這樣丟下去 那有兩個可能性 一日呢 就將呢 手不知呢 差不多同一個質地的石 就加黏下去 可以說 黏下去 然後再丟 嗯 但是呢 等一下我告訴你 測試結果呢 其實反映出不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你找到一塊石 差不多是 外面的形狀 但是呢 中間就凸了出來 然後呢 再丟下去 嗯 這個方法 但是呢 經過剛才的學者 Professor C的研究呢 他在顯微鏡的細心觀察 就是說呢 我找不到任何 機械加工打磨的痕跡 找不到 嗯 找鑿或者鎚仔 就是典型的方法 就是找一個鎚仔 沒有這些痕跡 沒有這些痕跡 再找的就是 是不是雷射切過 是不是雷射切過 沒有雷射切過 加了在這塊石上面 變色的一些特徵 為什麼呢 因為雷射是一個很熱的東西 是一個很熱的 一個高能量射線 你將這些高能量射線 射在這塊石上面 那些顏色是會產生變化的 但是呢 是找不到這些痕跡 嗯 Professor C就說 我是不知道 即使他是一個教授 我不知道這塊石怎麼做出來 這個方法 他直接這麼答出來 還有就是 如果你去第十九章圖 可不可以放大少許中間的位置 放大少許就可以了 如果不可以的話 我就這麼說 如果你看中間的位置的話 可以了 OK了 這個花紋的底 那個半月傳越花紋的底 或者是箭咀 所謂的 arrow 或者 pointer的底 你只想看看 是跟外圍 這個整個花紋外圍 那個風化作動的石紋 是差不多一樣的 嗯 即是告訴你 他不是人造出來之餘 他是顯現到 他好像經過一個 自然的痕跡洗禮 而造出來的 即是說 如果大膽假設 做這個花紋 那個個體 或者那個人 外圍也好 外圍也好 他不是用任何你認為 人的一般方法 而是 他是掌握到 怎樣操控著 風化作用 這個東西 在他的能力裡面 就是用自然風化作用 去侵蝕出這個花紋出來 他不是作出來 他不是用雷射 射出來 或者是用一個打磨的方法 磨出來 不是 即是說 他很可能是掌握到風水 不是那個風水 不是風水 不是風水 就是掌握到風 或者水 或者是熱力的變化 即是說 日出日落的熱力變化 整體上風化作用 而用這個風化作用 去侵蝕出 這個花紋出來 哦 即是說什麼 一告訴你 人做不到 你不要告訴我 現在世界上 除非什麼秘密政府 什麼深層政府 這些法好則 表面上 所有的學界 是掌握不到這個東西 而這個角度 告訴你 我掌握到這個東西 我掌握到這個技術 重要的是 裡面的花紋 你再仔細看 它有不同的角度 有些的切邊 是直角下去的 是這樣的 有些切邊 是斜下去的 有些切邊 是弧形弧下去的 即是說 即使靈的切邊 都告訴你 我有幾種切邊 不同的方法 直角 斜邊 或者是弧形的方法 斜邊 就是那個圓圈 大致那個圓圈 那個邊 如果是出回剛才那幅相 第十七號相 麻煩你 即是第十八號相 即是剛才那幅相 有五師陰成 四件五師陰的那幅相 不好意思 十八 對 即是十八號相 那個圓邊 你看得到 不是直角 你看看 那個圓邊 左邊那個圓邊 那邊 是斜的 而你看到 那個全圓那個 是弧下去的 彎下去的 而那個月亮的那邊 是直角邊 半月的 裡面那個彎 是直下去的 嗯 連這一樣東西 都顯示了給你聽 你們的人是做不到的 嗯 只有我這個個體 不知道哪一個才做得到 是 好了可以去第十九號相 即是第二十二十號相 即是 好了 第二十號相 其實相對簡單 不是一個重點來的 這幅相顯示出這塊石 有另一個礦蟲物質 叫做Kalcite Kalcite 就是叫做方解石 一種類石英的物質 所以它也是類晶體 這個石 經過自然風化作用之後 就會出現 左右這兩個特徵 左特徵就是 這些石晶粒 經過風化作用 表面侵蝕了 然後它就會 這些方解石的石晶體 就是一粒粒一跌出來 這三個粒粒就是 這些方解石出來 另外左手邊的X mark 即是X痕跡 裡面也經過 Professor Z 在顯微鏡之後 看得出 也應該是方解石裡面的 內型 方解石的物質 這不是重點來的 去到第二十一號相 可以 第二十一號相 剛剛遮住了 這幅相 就是顯示出 一個天然磁鐵鋼石 和左手邊這塊石的歌分別 好了 正如剛才所說 左手邊這塊石 是有一個磁鐵光的物質 但是為什麼顏色不同呢 因為右手邊的磁鐵光 那個含鐵的量非常高 所以它經過一個氧化作用之後 它會顯現出很深的啡色 好像黑色一樣 但是左手邊 待會物質的研究分佈 就顯示 左手邊就是一個 所謂叫做含龜 或者含直 即是直谷的直 含直和含鐵量比較高的石 而含直的量是高很多 所以它的顏色深度就沒有那麼深 但是都是含有鐵的 或者含有磁鐵礦在裡面 而且右手邊的石 你看到很硬黏纏纏的 左手邊很圓滑 因為經過很自然的風化作用 經過長年的風沙 天氣的日出日落 天氣的溫度的變化 和可能經過下雨的侵蝕 就會形成一道風化現象 令它那麼光滑 那麼圓潤 好 去第21號照 即是22號圖 這個厲害 這個就是顯示出 用剛才我所說的方法 能量散射 X射線螢光光普測量方法 所知道這個石裡面的物質分佈 左上角 我講一些這些 這幅圖裡面 小小的文字 都顯示出這幅圖 不是有做出來的 這幅圖是實際上 實驗室所得出來的數據 EMMU就是New Mexico University 就是新墨西哥大學 下面細節指 Geology X-ray Laboratory 就是地質學X射線實驗室所做的研究 下面的日子就是08年7月15號 可能小一點 大家可能 你看Youtube都能夠放大那個畫面 那你們就看到 是08年7月15號 就是說我不是老趨的 曾經在第二次的測試 就是08年7月15號 就做這個測試結果 右上角那些資料就是 這個大學的地址 還有下面呢 有Professor C的E-mail address 大家如果不相信我講這些話 你是不是再畫出這幅圖 沒關係 你可以直接E-mail問這個Professor C 這幅圖是否來自這個實驗室的 結果他會答你 是的 這個下面就是Title 就是Robert帶這塊石的Sample 就是照這個Spectrum Spectrum 即是鋼譜 就是用我剛才說的測試方法 就是測量這塊石裡面的化合物質分佈 旁邊的Folder是Dr.C 也就是Professor C 那下面呢 我不知道Operator可不可以放大一點點 那屋圖下面呢 最近下面有些很小的英文字仔 再凸一點點 OK啦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物質分佈 那個分佈 如果大家是不熟化學的話呢 那我可以講一下仔細 講一下這個圖圖是講什麼 NA 首先最左邊NA 就好像在教化學圖 現在NA就是Sody 就是納 之後旁邊的封值最高就是Si 就是那條紫色的一條線 那個山谷一直直上那個就是Si 那個Si就是Silicon 就是龜 或者叫做直 RH就是Rodium 就是老 那這個呢 就是微量trace element 就是微量 含微量元素 再到旁邊就是K-Protesium 就是甲 再到旁邊就是Ca-Kalcium 就是鈣 再到旁邊就是Ti-Titanium 就是鈣 都是微量的 trace amount 再到V Vladium就是梵 這種金屬 金字步做的平反梵 就是梵 這個金屬都是微量 再到旁邊就是MN 就是Manganese 就是鈣 這個金屬都是微量 再到旁邊就是Fe 鐵 鐵就是第二高 峰值第二高 即是含鐵就是第二高的元素 即是說這塊石 是一個正如我剛才所說 含硅和鐵 一個很豐富的石 這個化學結構 所造出來的一個石 我們稱之為Sandstone 就是砂石 這個砂石 在這個化學結構之下 是非常硬的一塊東西 它的硬度 就是我們俗稱的Moles Scale 就是莫斯硬度 這個硬度的排名 就是由0至10 10就是最硬 0就是最遠 差不多沒有硬度的一塊東西 這塊石 這種化學結構的硬度 就是大概7至8的Moles Scale 即是說這塊石 是相當之硬 現在最硬的東西 就是一種 用新興的辣味泰 結合鑽石的硬度 它應該突破了10 就算是10.5 但是一般鑽石就是10 即是說 它只不過低於一塊鑽石 大概可能 二、三、三、四的硬度 即是這塊石 在雕刻 這個藝術來講 是相當硬的 你不會用這種元素 來做雕刻的 當然了 到了第23號圖 麻煩你 這幅圖是什麼 這幅圖 這幅圖就是另外一個礦材 就叫做雪花石膏 Alabaster 就是剛才所說的 如果雕刻家 是用一些石材做雕刻 反而他會用這一種 就是叫做雪花石膏 雪花石膏 用這個例子 很多其他石材 都用得到做雕刻 因為這種石材 正正就是在 剛才第一張地圖 不用出來 剛才第一張地圖 在 他發現 這個Robert發現這個石 附近這個山上面 一種非常容易找到的石材 就是雪花石膏 嗯 因為雪花石膏 很容易雕刻出更加複雜的雕刻 例如 第24號圖 麻煩你 第24號圖 這個雕刻就是用雪花石膏 雕刻 你看看那個立體雕刻 而且呢 那個雕刻的花紋 比剛才那個石更加複雜 就是說 如果一個正常的雕刻 不如我用這種石吧 是吧 又軟身一點 而且呢 它用人性強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刁爛那塊石 其實我弄得很漂亮 對 什麼為之刁爛那塊石 就是呢 如果剛才用那種這麼硬的沙石 剛才那塊 撿到那個石材來做 或者你不夠力 就刁不到 你太大力 就是石會崩 但是呢 這種雪花石膏呢 就是人性比較高 而且硬度比較低 容易刁爛出更加複雜的圖案 所以這個正常人 怎會用剛才的石材來去刁爛 去到第25號圖 麻煩你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雪花石膏 刁出來的燈罩 也顯示出呢 正常人應該會用這種 比較延伸的石材去刁爛 對 還有就是呢 這些石材呢 這些石材比較便宜 剛才那刀便宜 這個不是貴的 也顯示出呢 就是一個正常人 會用這種石材 還有就是 中間呢 Linda也好我也好 有訪問過 Robert 說 喂 你是不是經常做的 這個是不是你做出來的 那Robert 說 如果我又懂得這套技術的話 我用這套技術來找食 他原本的職業是什麼 他原本的職業就是 在羅茲威爾市裏面 就是開車房 他是車房老闆來的 車房老闆 正常人都不懂得這些東西 即使他人懂得這些東西 我懂得這套東西 我拿出街賣 或者我自己做些東西出去賣 我發了答 我做這套東西 做這套石 然後放在路邊 重要就是如果做假 或者肯定 再回答另外一個人 就是例如我做假 做這套石出來 那麼辛苦做這套石出來 當然要找人證 找南康正去逛山 然後說 那裡有一套石 假裝不知自己 那裡真的有人證 但是沒有啊 那時候只有他一個人 而且這套石 一個人類做不到 當然是科技 我掌握了科技 這套石 假如不是Robert 假如是另一個人造的 他就丟在路邊 嗯 就丟在那個環境的路邊 無論我和Linda 都問過Robert 究竟有多少人 平時走過那條trail去打獵 他就說 不定的 可能一年都沒有一個 一年或者一年幾個 他就說 如果不幸運的話 這套石擺在路邊 一百年都沒有發現 所以我問大家 如果大家想做假的話 會不會找一個 找一個這樣的石材 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放在路邊等一百年 才被人發現做假呢 還有就是 剛才那個測試方法 不用出圖 我就這麼說了 其實呢 Professor C 在2008年的 研究呢 他是想用另外一種 比較入侵性高的方法 研究這塊石 就叫做 X-ray diffraction 就是 X射線咸射法 咸就是內含 X射線咸射法 就是另一種方法 就能夠更加精確知道 一樣東西 就是這塊石 究竟是來自地球的 荷物質 地球的原材料 還是外星的原材料 這個顯示出了 Professor C 那個智慧 就是說 他都懷疑 這個石是不是外星 嗯 所以我想用這個測試方法 去試一下 究竟這塊石是來自地球的 另一個和聲 但是呢 這個方法 正如剛才所說 是入侵性方法 就是說 你是需要用到一個鑽石 去切開這塊石 的一小片 來再用這小片 進行這個 X射線咸射法 去照射 然後才知道 究竟是來自地球 或者來自外星的一些物質 正如剛才所說 Robert非常之喜歡 是love 他用love這個字 愛這塊石 所以當然不讓你做這個事 所以這方面 是無從技巧的 我們不知道這塊石 是來自地球 自己本身的物質 還是來自外星 嗯 嗯 好了 剛剛我想到一點 但是腦子已經去不回了 所以就算了 那就去第二十 第十 第十六號 其實是一條片來的 這條片就精彩了 顯示到給你看到 這塊石 在一個磁石的效應之下 它是會轉的 不要拿著這塊石 拿著那支 好像筆那樣的東西 不是那個 是Robert自己 是 左右手並用的 所以沒有手碰著這塊石 桌下面沒有磁石 你不要以為 Professor C就出述 在實驗室的bench 即是在實驗室桌上 弄一塊磁石 令他轉 沒有的 沒有的 這支筆 其實不是筆 來的 Robert在工作場所 用這個東西 他自己叫做 Magnet on a stick 即是說 上面好像筆 下面那個筆尖的地方 其實不是筆 就是一塊磁石 磁石 放在那個石裡面 距離它大概五至六mm 那塊石就會轉 那麼 它如果放在後那邊 半月傳圓的花紋那裡 那塊石就會逆時心轉 但是畫面你會看到 不是 RTM 它是順時心轉的 是的 沒錯 原片 我用回原片這條片 是來自Robert提供給我的 嗯 那這條原片 原本就是這樣的 但是我在場 我都見過Robert做這個試驗 在他家屋裡面做這個試驗 給我看 是逆時心轉 即是說呢 其實這條片 是應該 Robert不知道搞什麼來 就到水平轉向了 是 搞到這條片就是這樣 那這條片 也都顯示出他 剛才說的那個現象 就是你把磁石進去 把磁石進去 在近表面 它就轉 即是說裡面 是有磁鐵光 而一次之光的含量非常多 嗯 這條片 播放應該是Linda也有的 但是呢 外都有 好了 大致上講到這裏 這塊石的測試就是這麼多 那這塊石呢 一直 Robert都持有的 好了 全球獨教 首先公開內容 就開始了 如果你剛才去到北本 都是說 很難拆滿了 我都是停機快拜 你已經錯過了這一部份 這一部份 就是2009年 差不多一年之後 做第二次測試的一年之後 發生什麼事呢 2009年的7月 6月17日 晚上大約10點3 那麼 Robert就跟他的老婆 和他的子女 一起在他自己屋裡 看電視 合家歡 看電視 突然之間 Robert首席 就發現 有一個光球 穿過牆 進他的房子裡 這個光球 表面那一層 就是白色 表面那一層 半透明 他看到裡面的核心 是藍色 而且藍色是非常刺眼的 這個光球 穿過腹牆進來 但是穿過腹牆的時候 那時候 腹牆沒有任何的變化 或者穿了一個洞 又或者變成一些 好像非物質 又不是物質的東西 不是的 他好像呢 好像很自然 好像很自然 就說 我穿過了 然後那個光球 就是穿過腹牆 那麼 當他看到光球 已經是差不多穿過了腹牆 就靜一點 他再看到靜餘的過程 穿過了進來之後 那個光球 就慢慢向著他們 坐在沙發上面 正常方就飛過去 正常來說 有些人說 那他們真的走了 不是的 他們呢 可能是另外一個極端的 就是呢 那時候怕得太 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就坐在沙發上面 只怕 然後呢 當那個光球 飛到他們 一家四口的屋頂 一家四口的頭頂的時候 Robert呢 就出於一個 老公保護家人的責任 或者那個 那個自然反應 就呢 用一身蓋住 他們三個家人 之後我媽媽呢 都是做Stanley設斗 就是保護對子女 然後Robert呢 就在眼角那裡 就看到這個光球呢 就慢慢向他們降落 逼近他們 那他們三 那四個人呢 就只怕了 因為現在更加走不掉 哈哈 那這個光球呢 就直接降落到他 差不多去到一尺的高度 一尺其實很短 那他其實呢 就在Robert時候呢 就說呢 這個光球呢 應該是威嚇著他們 他不覺得這個光球 友善 他覺得這個光球呢 是非友善 是惡事的 而且是威嚇著他們 但是呢 這個光球呢 就沒有繼續降落去 在這個降落過程裡面呢 這個光球呢 就發出一些 藍色好像閃電 一些電的 一些電的 磁磚網民的電 就在這個光球外面 出現 但是呢 整體整個過程 這個光球呢 他不覺得這個光球熱的 嗯 他不覺得這個光球呢 是沒有聲音出的 嗯 是的 就是這個特性 然後呢 他降落了大概 應該是頭頂之後 大概十幾秒鐘之後呢 他就看到這個光球 再次升到天花板 嗯 然後呢 向同一個方向呢 就穿過這幅牆 那這次呢 他就看到整個過程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呢 好像當於這幅牆呢 沒有什麼 它很理所 就是光球好像很理所 當然也不穿過 穿過了就是 就這樣穿過了 就沒有了 這件事 那這件事呢 大家聽起來 很不恐怖 但是你試一下 你是那個人 你不知道那個東西 本來是放鬆的 心情在看電視的 突然之間就說 什麼東西 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之後呢 好像想壓死他們 或者想電死他們這樣 然後呢 這個光球呢 是沒有傷他們的 之後就走 之後呢 家人呢 他兩個子女和他老婆呢 是發了幾萬惡夢的 嗯 他覺得很害怕 但是相反呢 Robert也覺得 不是什麼呢 是害怕的 不過不是去到這個地步 那這個光球的事件呢 站在告一段落 那呢 Robert就覺得 這件事只是單獨事件 好像政府解釋 那些個別事件來的 你就想啊 然後呢 這個光球呢 就不搞其他家人 只是搞了Robert 可能呢 那個個體就說 你不怕啊 嗯 我就走 另外一些東西給你另外的害怕啊 那麼再去到 2009年的6月20號 發生什麼事呢 凌晨時間 嗯 這一晚呢 他在睡覺 因為他老婆一起睡 他老婆就睡在那邊 他自己睡在那邊 Robert習慣呢 就是側睡的 即是說呢 側在一邊身 睡覺了 睡在一覺呢 他突然之間呢 覺得一個恐怖的感覺出現了 嘩 大隻眼 側睡呢 他看到一個門口 睡房的門 嗯 他看到這道門附近呢 有三個人的黑色展影 嗯 站在一個門邊 就這樣站著的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然後呢 他看到呢 這三個展 我首先形容這三個展影是什麼 沒有頭髮 我說我 沒有頭髮的 就是展影 又好像那些行人過路的公仔 不會有這麼恐怖 是的 展影 不過 然後呢 去到頸 去到肩膊 去到手 手呢 就是有手指的 他看到手指 不用他就這樣出我們 我看到他 看到手指的 但是呢 之後呢 其餘呢 都好像那個馬路熊公仔 是 是 腳呢 是他見不到有腳指 也都見不到有鞋 就好像圓那邊 一腳飲的東西 嗯 而且呢 是半 是有少少透光的 就是它不是一個實體 是 之後呢 他看到什麼呢 這三個 一字排開 三個 道門開了 守不清 他睡覺的時候呢 他記得 他關了門 但是道門開了 就好像現在 道門開了 之後呢 就有三個人影在那裡 之後呢 他看到那三個人呢 向他飄過來 記住 不是走啊 走就是呢 要走到呢 就是這樣走啊 身體是會有搖擺的 會有上落 不是 肩膀沒有動的 腳一拍都沒有動的 飄過來 飄到床邊 是 不動 定定地在那裡 是 但是當時呢 Robert呢 身體呢 由他開始抹眼呢 他發覺一件事 他的身體是動不了的 嗯 全身動不了 只是隻眼可以 斬一下 可以斬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這件事 他好像 開一盒開一盒開一盒 這樣 他只能做到 但是他保持著開眼 他想知道這三隻 這三隻東西啊 或者黑影的章 會做什麼 他想知道嘛 他怕 那一隻呢 就閉上眼 不看就當沒事 另一種就是閉上眼 因為他想知道 之後發生什麼事 那好了 去到剛才 康正都說了 他是不是鬼悲宅的 這個現場 但是如果 去到這一刻 這件事呢 是Robert參加跟我說的 在時候 在再時候 在大概三四年 2009年三四年之後 大概 是 一四 一三一四一五 一四左右的時間 他告訴我 那他告訴我 那他告訴我 那時候我就問他 你是否有 學睡症 或者叫做 發作性 嗜睡病 這個病的 英文名叫 Necrolapsy Necrolapsy 這個病 如果這個病 可能會出現 一個現象 就叫做 入睡前幻覺 hypnogogic hallucination hypnogogic hallucination 這個現象 就是現今的學界 經過一個長時間的 臨床的試驗 他們覺得 有大部分 不是全部 他們都不敢說全部 但大部分 的所謂被鬼摘現象 或者睡覺的時候 有隻鬼在他上面 都是養睡的時候 頭像天花板 他一開眼 全身動不了 然後他就看到 好像一隻鬼 那樣東西 然後他就騙起來 這種現象 現今醫學界 就是用 剛才我所說的 一個病 和這個病 所引申出來的 幻覺 入睡前幻覺 去解釋 有些醫生吹嘴 你老了一個病 就說 解釋得到 不是的 其實 這個現象 的確 醫生是做臨床測試 測試大概就是 有這個現象 就放在房間裡 有齊了 那些 怎麼說 腦掃描 即場腦掃描 而且呢 就有攝影機 拍住他的情況之下 做臨床測試 就得出這個結論 就是有這個病 那我問這個 Robert是不是有這個病 嗯 Robert就冷笑了幾下 他說 待會我繼續說 你就知道 其實我不是有病的了 嗯 剛才是第一晚 不夠 第二晚 是 第二晚發生什麼事 就是2009年 其實是 2009年 其實是 6月22日 那這一晚呢 又是睡覺的時候 那時候呢 覺得有點有了 開眼 又是全身動不了 這一次一開眼呢 那三個 黑色剪影 或者是黑色影 或者是三隻鬼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已經站在床邊了 是 而且三個呢 是好像 好像觀察他 那樣 頭呢 是摁在你 是 好像看著他 那樣 大概呢 只是到尺半或者兩尺距離 你不知道怎樣 那個威嚇程度呢 更加嚴重 Robert 當時也是在想 他會不會對我做什麼呢 嗯 他會不會之後 有什麼事情做出來呢 那麼 去到這一刻呢 他怕了大概 不知道多少時間 因為呢 他看不到鐘 看不到聲音 他只是 可以默默的眼睛 全身動不了 那麼慢慢呢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覺得呢 是一個很模糊 很昏睡的狀態之後呢 就睡著了 嗯 嗯 那麼去到第二天醒 起床呢 就好像第一次 和這一次這樣 之後呢 就問回他老婆 老婆啊 喂 我昨晚見到這樣的東西啊 你見不見到啊 他老婆說 我見不到啊 我睡得好塌啊 我沒事啊 有什麼呢 你見到這一樣東西啊 然後他老婆呢 都好像剛才所說 你是不是有病啊 老公 阿博 通常呢 Robert呢 就簡稱是阿博 阿博你是不是有病啊 看醫生啊 那真的啊 那時候他懷疑自己是有病的 他就安排了一個家庭醫生 那首先你不是馬上跳去精神科 或者跳去心理學家 首先呢 就看看他的家庭醫生 沒看家庭醫生呢 之後呢 第三晚發生的事呢 就證明呢 他是不用看醫生的了 他說醫生是幫不到他的 哈哈 再到第三晚 2009年的6月23日 這一晚呢 又是這樣的狀況 睡睡一覺呢 覺得有料到 開眼又是動不了 嗯 這三個影呢 又出現了 這三個影呢 就分別站在三個不同的位置 一個是站在開了門那裡 都是啦 這一晚呢 他是知道他睡覺之前 動物人關了很多 甚至乎呢 只是摔著門的 嗯 是摔著門 即是上鎖的 還要是向內上鎖 即是在裡面上的 在外面上的 當然 在裡面上 動物人開了 有一個黑影站在門邊 一個黑影就站在窗邊 另一個黑影呢 又是好像上次那樣 就是呢 摔著頭 比上次摔得更加近 嗯 但是呢 沒有說話 沒有聲音 沒有轉發 沒有風什麼的 那麼呢 他記得呢 就是 在這個過程 這個最 摔著頭 看著近距離 或者近距離 那個人影呢 我說有隻手的 是不是 是啊 他看到那隻手呢 就壓了他在床邊 那個床櫃那裡 美國人呢 就記得床邊櫃 叫做night stand 就把那隻左手呢 就壓在床邊櫃上面 好了 可以出最後那張圖 這張圖呢 就證明呢 他不是 什麼幻覺 什麼入睡前幻覺 為什麼呢 因為他醒來之後呢 發現 又是剛才的過程 就是說 雖然他很害怕 但是呢 中間經歷過過程之後 就進入了很模糊的狀態 好像是 他形容一下 好像是 就像是 那樣子 那樣子 就昏迴了 醒來之後呢 他就發現這個night stand 床頭櫃上面 就是這個黑印 這張照片呢 是我親自去那間屋裡拍的 就是這個床頭櫃上面 這個 這個手印 那他說 這個是好像床頭櫃上面的面 那個面 那塊木來的嗎 是啊 因為Robert呢 習慣呢 在他的環境野外區 就拿一些木塊 或者木頭回去做家師 那這個呢 就是他那個床頭� 他自己打的 所以就是畫面 那個木的紋 就是這麼粗糙 你 不用去片 我就這樣用口說 剛剛你記得呢 那個 我展示出來的那個保險箱 也是我親身去家裡拍的那張照片 你看到保險箱的桌面 都是 好像很原子的木的花紋 就是因為呢 他就是習慣到這些環境的野生木頭 回去做家師的 那這張照片呢 就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呢 這個好像是虛體的 一個虛擬的一個 個體 居然呢 是同時呢 是可以跟實體世界呢 是有一個互動的 產生了這個手印出來 那當時呢 我當然是打蛇除棍的照片 就問一下Robert 你可不可以 給我去做測試呢 之下呢 是有什麼反應 是什麼 他有沒有經過一個 之後有沒有一個物質的變化 有沒有物理的變化 又或者我想知道這個手印怎麼做出來 他說呢 他不想 他不想給我這樣做 他只是給我拍照 為什麼呢 他因為他懷疑呢 就是拿了一塊石頭回家之後呢 這塊石頭 就好像我們中國人 有一個比喻 就是說呢 不要拿那些街的傘 回家 拿那些街的傘 回家的話呢 就有東西跟你回家 小鳳鮮 沒錯 他說呢 他不想再挑起這件事 他不想再有人再研究之後呢 這些現象又回來找他 他也不想所謂害到我 那當然呢 其實我不怕的 哈哈 不怕還不怕 他替我害怕 所以呢 他就說 我不要讓你這樣做 所以呢 我只可以拍照 但是你跟著說 這張照片是不是我做出來的 No 為什麼呢 因為我呢 習慣研究這些東西呢 同時會拍Digital 也都會拍片上的 嗯 噢,片的底片啊 所以呢 哪一個任何人走過來 跟我說 什麼獨奸 你吹水而已 嗯 我有片底片的 嗯 去證明我不是 不是AI圖 不是做出來的 可能啊 這幅圖呢 有人做類似的圖 偷我的圖 或者抄我的圖 但是即使網上 Digital code都傳到 I'm sorry 我是有片底片的 當如果你逼到我賣唱歌 我就說我底片出來 就證明我贏你輸 或者呢 你的指控對我 是無效的 嗯 這幅圖呢 這個現象都顯示得出呢 他不是撞鬼 不是 他不是幻覺 他真的遇到一些事情 醫生都幫不到他 我都幫不到他 但是 再跟著 你以為這件事 就這樣就完結了 不是 這件事呢 由1947年 是 再到橫跨到2029年 那個結局呢 那個結局呢 就可以去回 那張照片的 那個保險箱的圖 那張圖 即是呢 即是呢 十六號圖 十六號圖 沒錯 我不是說 他一直都保存這塊石的 在那個保險箱 這個保險箱呢 他的鎖匙就鎖了 然後呢 他的鎖匙就有更新的 因為他很喜歡 他愛這塊石 所以愛到的程度 就是保鎖匙就更新了 嗯 所以應該就不是他老婆 或者他兒女呢 能夠可以開到 這個保險箱的盒子 那所以之後 開到保險箱的盒子呢 亦都是 鎖匙沒有難度 那去到2009年 6月29號 這個結局 所謂的結局 就是呢 他用鎖匙 再開這個保險箱 看看這塊石 沒有了 嗯 沒有了 不知道 就是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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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隻蟹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就是沒有了 如果那三隻蟹 是想搞的 他一早就拿到 搞這麼多東西之後才拿一塊石 是嗎 又或者再之前那個光球 那個光球 都是我星人派來的 想拿這塊石 那他們一早就那塊石就沒了 全部有關 羅茲威爾 我星人 麥田圈 是 怪石 光球 撞鬼 沒錯 沒錯 這塊石就是他沒有了 自從這塊石沒有了之後 他都沒有再遇到相似的情況出現 沒有再遇到奇異現象 他的家人的生活得比較美滿 那這件事呢 就這樣結束 好遲結束 再講一點歷程 之後在2009年6月29日之後呢 我就在大概差不多時間都知道這件事 然後呢 我亦都好像Linda那樣 努力去找Roberts 嘗試跟我聯絡 那我聯絡的方法很簡單 首先講到Professor C 當然呢 就講到我的背景是怎樣 然後呢 我對科學有什麼 很基礎的知識 哈哈 就是說其實我也是理性人來的 我想知道這件事是怎樣 然後呢 Roberts C 就同意給了一個 不是 Professor C 就同意給了我一個 Robert的聯絡方法 現在我聯絡了Robert 然後呢 大家就開始chic-chat 然後呢 他就找了一天呢 就差不多在同年時間 帶了我去 呃 剛才 Cedar Hill Deer Hunting Trail 就是呢 Cedar Hill的獵鹿徑 就開始呢 就帶我去行這個徑 指給我聽那個石的發現位置 和呢 告訴我整件事的發現的經過 和之後再發生什麼事 再去到 一直說到它 舊石消失了 這樣的情況 然後呢 我就想去 看一下這個 茶几 你看這個 Night Stand 就是看一下這個床頭櫃 那我之後再去到家裡拍了一張照片 那但是呢 經歷的過程不是那麼順利的 就是說 剛才我說一天發生 不是的 再經歷多幾年 因為呢 我們取得信任之後 再隔多兩三年 他才告訴我聽 他在經過第二次 這個石 去第二次測試之後呢 看到光球 或者看到黑影的奇異現象 嗯 我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有研究 親身 研究這些奇異現象的個人經驗的話呢 我可以提示一件事就是告訴你 不要以為呢 表面研究了一個個案 表面的那一層 那一層之後呢 你就以為 哦 就這樣就算了 可以Close file 不是的 往往我所研究的經驗就告訴我 是背後呢 有更加深層次 可能同時呢 一個現象裡面呢 是有其他 有其他種類的奇異現象 出現在你事主上面 只不過 他這個事主呢 就不想告訴別人 因為呢 他本身那件 浮面那一層 的奇異現象呢 究竟夠複雜 或者夠 已經是很多人不信的 更何況呢 底那一層 就是正如Robert 他撿到一個石子 已經夠奇怪 或者他已經是 不太想告訴別人 更何況 又說 又說見到光球 又見到廣龜 他第一時間呢 不想跟別人說的 直到呢 你跟他cultify 你的relationship 即是說 你跟他建立了一個信任的關係之後呢 你就會 得到一個人的信任之後呢 他就會再講到一個更加深層次的 他遭遇給你聽 嗯 這個個案的思考點呢 大概有三個的 第一就是呢 我想問 正如剛剛有正所說的 嗯 我想問你一件事 為什麼有這樣的關係呢 那個黑影呢 你可以說外星人 我都說鬼 也可以說man in black 因為呢 他有一些特性呢 跟man in black有關 就是他黑影呢 他類似人的形狀呢 他是三個 三個呢 是一個man in black 就是黑衣人的特性 一五次 是 沒錯 我解釋他是man in black 我認為是鬼 類似 就是鬼魂 或者靈魂的現象 我想問 鬼 光球 呃 墨田 外星人 和飛碟 為什麼會是 在一個宏觀的角度 裡面 在一個廣泛宏觀的角度 裡面 在同一件事裡發生的 為什麼呢 有時候鬼啊 惡星人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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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甚至乎 那些奇缸里面 是有一个跟这一个 刚刚刚说的一个相似的 一个现象就是 各种你看上来互不相干 何无关系的奇现象 是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个案里面 嗯 那接着想问 那为什么是这样 当然了,其中一个答法就好像有症 那就是不同的围度,有不同的 很多千奇百怪的东西 就是一次过来到 这个是解释方法 另外一个解释方法更加深入的就是 其实我已经跳了很多步 要达到这个结论 你要研究的过程 要跳很多步之外 你会突破到这个思维的障碍 或者进行一个革命性的反式转移 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真的 或者 这些现象 千奇百怪,但源自 同一个或者少数两三个 的源头而起 那我会说 这个想法是你想出来的 你有什么厉害的 你觉得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问题 但我数一系列的人 例如John A.Q Jug Farley Cole A. Kelleher James Lekaski Paul F. Eno Patrick Herber 或者是Michael Grosso 这些 虽然是少数派 但是都为数 我说了几个人名 所说的都是同一样 他们所说的就是 你表面上所看到的 以为它是鬼 你表面上看到的 以为它是外星人 以为它是飞碟 以为它是一个 acrop circle 或者是和飞碟有关 或者没有关系 或者其他千奇百怪 原理 它是一个大脚脚都好 只不过 种类变化 或者表皮变化而已 其实核心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核心 那你跟着问 那个核心是什么 我不说 我暂时不说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跳到这一步 已经是复杂 就是说 我讲到这一步 大家都未必相信的 在check run 或者是看 现在还在兼致在live的观众 可能有七成八成 都会觉得 你也是吹嘘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研究的个案次数不够多 或者你研究的深度不够多 如果你要达到这个conclusion 这个中途的结论的话 当然 还有一个更加深层的结论 那个你更加难接受 你要达到我刚才所说的就是 不同种类的奇异现象 看次不同种类 互不相关 实际上 远着同一个源头的结论的话 你要对同时 你不可以只是选择两个奇异个案 你要对各个奇异个案 都要研究完 还要是 各个研究个案 你都要一定程度的深度 然后你才可以看到一个互通的现象 就是原来不同个案 有这种不同个案的互通 就是说同一个个案 可以同时有几种 看次表面互不相干的一个现象 然后你接触了各个 这种特性的降构多 来够几十个 一百个 两百个 然后你就可以 能够说服自己 这一样东西 是一个互通的现象 然后你再去突破 去到下一步 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 原因 为什么会有特性 有很多人 去到第一步 就是说 你同一时间 又要研究UFO 同一时间 又要研究鬼 灵魂出竅 Crop circles 大脚巴 这些东西 它已经拒绝了 因为有些 主流有不少的 研究UFO 我只是说UFO 有研究UFO的人 它觉得UFO 只是一个实体 Nux and Bose 是一个实体 它跟鬼无关 怎么可能UFO 跟鬼有关 怎么可能UFO 跟灵魂出竅有关 怎么可能 跟轮回有关 怎么可能 跟那只大脚巴有关 我拒绝接受 Refuse to believe 它去到这一步 它不告诉你 或者它自己 不是这样想 但它实际上的行为 就是这样 当你的思考模式 是这样的话 你完第一步 突破不了的话 你不要再去到 我刚才那个中途结论 你去不到 所以如果大家 是对其个案 有兴趣的话 你尝试突破这个思考 去理解其他 种类的奇异现象的话 你会有一个 一个 另外一个 一个思考 一个新天地 第二点呢 叫做Hitchhiker effect 就是一个 Hitchhiker是什么 如果大家熟悉 美国文化就知道 是叫做一个 顺风车效应 就是说什么呢 就正如刚才那样 很可能 其实Robert 撿了这块石 回家之后 那样东西 那个源头 就跟着他 然后呢 就跟着他回家 就对他的家 对他的家 在家里面 就施加了 刚才我所说的 那些现象 就是光球和那三个 黑影的现象 那你跟着就问 都是你吹水的 没有这个现象 是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大家听到 Kenneth Arnold 这个人 这个人呢 当你表皮 知道UFO 一些知识的时候 你听过你的名字 就是1947年 这个人呢 他拿着一架私人飞机 就经过 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 就是美国的 东北边的一个州份 他拿着飞机 就横道 那个高山 叫Mount Rainier 这个高山 你看到下面 有几只UFO飞过 那它形容 好像碟 skipping 就是好像碟 跳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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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飞 那大家呢 就基于这一件事 就叫了UFO的飞碟 Blind Saucer 这个名字 就是来自Kenneth Arnold 这个经历 我们有什么关系 刚才那边讲的东西 那关系就来了 那接着呢 那一件UFO 就和媒体讲 接受访问 之后没有多久 一个月之内 他在一家屋里面 就是又是见到 刚才我所说的光球 這間屋子手不先 不是穿過窗或者穿過牆牆 他們就不知道了 手不先這個光球就飛去她大女的房間裡面 她大一個房間是二樓的 然後就出了大女的房間 穿過了走廊 然後就進去Kenneth Arnold 和她老婆的睡房裡面 對她造成一些滋擾 她親眼看到光球 這個光球再到她的小女的Kenneth Arnold的房間裡面 然後這個光球就離開了一間屋 跟剛才那件事是不是差不多 而這件事就是Kenneth Arnold 之後近期這十年之內 接受一個Podcast 一個網上電台訪問之後親口說出來的 大家不相信的話 你直接打Kenneth Arnold 然後打ORG 你自然就找到相關的資訊 是她親口說的 當然你說她露作出來的 沒有見過的 那無所謂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就無所謂 我舉另一個例子 就是Skinwalker Ranch 如果大家是熟悉奇缸的話 這個地方你不可不知的 當然有些人知道 或者我跟看證師看下 也都講過幾次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美國的州份 其實我不是很想講這個地方 那個location 但是我阻礙不了大家 因為Google map也都顯示了 Skinwalker Ranch這個地方 Walker就是暴行 Skin就是皮 Skinwalker Ranch Ranch就是木場 R-A-N-C-H Ranch這個字 這個地方曾經有過有錢人 Robert Biggerlo 買起了這個地方進行研究 研究者的部分 是有軍事背景的研究者 現在這個研究項目 亦都是跟美國軍部 有息息相關的關係 到現在為之 部分這些資料 亦都是聯合機密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個不是我騙你 不是吹噓 你在國防部 或者是國會裏面 有這些相關資料 那裏面雖然有軍人 但是那些軍人 研究了武器 就告訴Robert 就是 喂 武器撞鬼 嗯 哈哈哈哈 你雖然知道 就是美國右派的典型 那些 就是 我不去鄉下路 或者Hilo Billis 就是當軍特別 那些軍人 特種部隊的成員 或者是前聖員 他們不是普通軍人 為什麼呢 他們有膽識 有見地 見過很多危險場面的軍人 他告訴Robert 這個老闆 他告訴這個老闆 買起這個 這個 木場研究老闆 知道 我家裏撞鬼 而且那些鬼 不單止搞我 還搞到家裏人 這個是事實來的 外面坊間 有兩本書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兩個作者 Cole A. Hellehan 和James Lekaski 所寫的兩本書 這兩個人 是直接參與 這個叫NIT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iscovery Science 這個機構之下 對於Skinwalker Ranch的研究 這個機構就是Robert Piccolo 創立 就是Robert Piccolo 創立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反映出 這個有所謂的 搭順風車效應 接著也是那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這些現象 就是純粹外星人 或者飛碟做出來 為什麼這個效應 為什麼會像撞鬼 就是說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不要拿街邊的傘 拿街邊的傘 就是鬼 就會跟你回家 然後搞你 或者你的家人 我想問 都是那一句 UFO外星人 明明是很高科技 然後應該很理性 很科學 那為什麼會有鬼混 這些什麼的關係 我想問 當然你可以接受 就是說 剛才阿正那個 因為那個圍道 就是很多千奇百怪的東西 你接受一個 這麼混亂的思維 還是一個集中思維 就是說 其實是源自同一個源頭 只不過是不同幻化出來 在你面前 不同幻化出來的表皮 那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思考的角度不同的 我不是完全 否定看見我 因為呢 即使我說 我有這個結論 我也不會自大到 就是說 這個結論就是唯一的事實 我只不過呢 這個 我只可以說 這個我推測 第三個 去到最後 你看看 頂上去 如果你想聽到最後 這個呢 就是 最後的結論就是 就是 從這件事得到的啟發就是 你要知道呢 這些所謂奇現象 好像有銀劑在兩邊 有虛實 同時有虛實 同時有善惡 有的同時好像有理性和非理性的那邊 虛實 虛實的 就是 1947年羅茲威爾罪位 之後呢 那個事主見到UFO 之後見到密條圈 這些是很實在的東西 對不對 但是呢 虛那邊就是什麼 之後 走鬼 這一點呢 不是一個偶然來的 如果你研究 就是剛才我說 我拆解你的研究 種類夠多 然後各個現象夠深入 然後你呢 在下面呢 有一個 一個怎麼說 看到一個共通的特點 你就看到這一點就是 這些個案裏面呢 同時有虛實 那邊 也同樣是善惡的 那邊 大家都覺得如果主流 研究Crop Circle 只是研究Crop Circle 那幫人 不要說那幫人 那幫研究者 那幫研究者呢 就會覺得Crop Circle 很友善 很美妙 因為呢 它有一個圖畫 表現出一個美態出來 而且呢 它不是破壞環境 因為那些物品沒有死 對不對 是吧 但是呢 很殊不殊這個鋼 就反映到呢 是有Crop Circle 這個善態 那個惡意是什麼 那個惡意就是光球 和那三個黑影 同時有善和惡的 也同時呢 是有一個知識 和粗皮之間共同融合 就是Crop Circle 是展現出了數學的知識 是吧 就是顯示出那個 對穴球的變化 越上的知識 那有知識的人 通常是什麼 有知識的人 通常是奔奔有禮 不說粗口 當然呢 這個小數就是我 就是另外的 通常有知識的人 就像陳志雲博士那樣 是吧 是吧 但是呢 那個個案裡面 顯示粗皮那一面 或者那個惡意 那一面 就是那個光球和那黑影 是吧 所以呢 就是告訴你 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結論 引申出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呢 很多人以為 UFO就是 那個實體 硬斑斑的東西 不是的 你看不同的研究 個案 你看 Philip J. Corso 一個Colonel 一個宗教 他寫的本書叫做 The Day After Rosberg 這一個人 又或者你聽 Robert Lazzar Robert Lazzar出名 簡稱就是Bob Lazzar 他形容UFO是怎樣 就是撞下去 羅茲威的那一天 飛地面 就是回收回去 或者另外呢 一個網台有出名的 就是MJ12 是吧 這個名字呢 就是來自那份文件 Majestic 12 所造的Magic 那個文件 你看到三個內容 他形容UFO裡面是怎樣 UFO裡面非常光滑的 沒有東西差不多 一個說法就是 有一個手印 然後還有一些掣 但是我相信另一個說法就是 裡面掣沒有手印 什麼都沒有 在光滑的表面 只有一個小椅子 好像給一個小朋友坐 這件事 這件事 部分 傳聞這些內部 深層政府也好 神秘組織也好 怎樣也好 這些所謂內部政府 或者深層政府 他們研究UFO 他們認為 那個UFO外星人 是有靈魂 或者有一個高等意識 而你坐在裡面之後 是要通過這個靈性的結合 跟UFO 結為一體 然後UFO是外星人 外星人是UFO 然後UFO就可以飛行得到 為什麼我講到這一步呢 就是說 我相信現在這一刻 為什麼我不相信 就好像之前 有錢人馬斯克所說的 就是飛碟是人造 我不相信 為什麼呢 我相信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美國軍部 或者美國內部的一些神秘組織也好 或者是深層政府也好 他們是接受不到 這一點就是靈魂 什麼輪迴 這一點他們不相信 他們只相信 眼斑斑 就是這個科技產物 是一個實體 甚至乎可能是一個武器 他們還是停留在 physical 即是這個實物體 緊底的這一邊 他們不接受另外那邊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是得不到一個完整 對這件事的看法 或者一個完整的一個思維 你是複製不到這隻UFO出來 你複製到呢 都是控制不到的 因為它是通過一個靈性 去結合 一外星人和一UFO的靈性結合 來完全操控這隻東西 所以我相信到現在為止 那幫什麼深層政府 也好什麼都好 他們完全複製不到這隻東西出來 只可以 好像Philip J. Corso 這個宗教所寫的書 裡面所說 它只可以取得這隻UFO的 一些很少的部分出來複製 再加以形容 例如 Philip J. Corso 就說 現在我們所謂的光纖 或者是激光 就是由海星科技 就是它說的 它說的 當然你問一些學界 他們當然不接受 但是他們這樣說 但是我剛才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要了解這些奇現象 你是要去到一個突破性的思維 就是你要接受到 虛實同時存在 善惡同時存在 科學和靈性 或者科學和情人國 同時存在這一樣東西 整個個案就是這樣 你可想而知 就是 現在錄到兩個多小時 哈哈 本來 本來 阿康剩下半個小時就講完了 如果你想了解整個個案 你沒有可能半個小時就講完 因為我用半個小時就講完 你也要不知道我講什麼 要不知道很多重要的資料 你也忽略了不知道 剛剛我部分的 所說的資料 是真正全球獨家的 搜尋這個 公布的 外面沒有的 好 好 好 多謝TM說 我們今晚都差不多 但阿倫良 你知不知把第五條六節 剪回一半 但你知不知 剪 好 好 好的 好